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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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實在是很難得這些星期五可以以地到台大來 我是政大政治系的葉浩 剛剛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很感謝有幾個零星提到我 但是其實我也是王丹老師的粉絲 所以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先從一件事情開始講起 剛剛一碰到王丹老師的時候 跟他握手然後講了幾句話 他問我說我是不是香港人 但是其實我當然不是 但是呢 今天我講話的口韻之所以這個樣子 是因為跟王丹老師有關 因為我在1989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才高一 那我高一的時候 那一年轟轟烈烈的兩岸都發生很多政治的事情 那我從原本讀理工科的學生 就是開始對228歷史有興趣 開始對整個政治的議題開始有興趣 然後也開始搞校刊 開始在學校跟老師吵架什麼等等的都開始做了 所以呢 那我王丹老師我記得很久以前讀他的書的時候 好像說是大學讀了好幾回嘛 大一讀了好幾回 那我因為 因為89年的關係結果我高一也讀了四次 因為不斷不斷的休學退學 然後後來之後流亡到英國去把高中唸完 然後這一待太久了所以口音就變了 然後沒有關係 那但是回歸正傳 剛剛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是零星的少數一些人講到了中國模式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王丹老師這場演講呢 基本上有兩個主要的概念嘛 那一個是六四相當多人是來聽六四的親身經歷 那另外一個是中國模式 那這兩件事情的相關性其實是這樣子的 現在非常的在國際上媒體上各個地方 都有很多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 中國模式呢從廣義來講是從1978年 那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在追求經濟改革所採取的一種特定的一種模式 那俠義上是專指1989年之後 六四天安門之後 整個中國的如何在資本主義跟威權體制 兩者取的一種平衡或者是一種結合的 這一種特殊的特殊的經濟發展的模式 那這一種模式呢為什麼我們今天我們在這裡我們需要討論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很簡單的從一件事情來看就知道了 中國的崛起它意味著一種特殊的 特殊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崛起 或者一種政治的制度可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接受 那這個重要性呢其實在2004年 那個美國記者在倫敦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中心所提的北京共識的概念 就可以看得出來 Rameau這位美國記者他提出北京共識來理解什麼叫做中國模式 基本上是為了拿這一個詞來和政治經濟學裡面的華盛頓共識做一個對照 它意味著中國模式以北京共識為中心或者為立基思想基礎的這種中國模式 在未來可能會是整個世界的發展的很重要的一個議程 那甚至可以取代或者是並列跟華盛頓共識 那它意味著我們很快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都會有很大很大的挑戰 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了 那在政治上或者說在經濟上 中國模式它可能是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西方的資本主義的一種體帶 那如果有中國模式這個東西 那它可能意味著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西方資本主義不是唯一的路 那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當然在政治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中國模式它的政治威權體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而世界上廣泛的都可以被接受為這個是一個正當的政治體制的話 那它直接影響到或直接衝擊到的是當前的世界對於民主憲政體制的想法 至少人們必須開始去思考 除了西方的憲政主義之外 是否還有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一個威權體制 它在思想上很多方面是跟目前的民主憲政國家裡面所支持的個人自由 或者剛剛有同學講到個人獨立平等 那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生活方式等等 這一類的基本的價值會有直接的衝擊 那在思想上對於這些價值的衝擊其實也意味著整個模式 就是現在的西方的政治體制憲政民主這整個模式 它本身是不是一個普世的放出世海皆準的一種普世的人類的理想 那所以如果說中國模式它真的有這樣子一個模式的話 那它對我們未來思考整個全球的政治或經濟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甚至呢它也會是在思想上會造成對於任何普世主義的想法的 也會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麼在我馬上把麥克風交給王丹老師之前呢 我還想再簡單的講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的話 其實今天在講的中國模式會跟清末民粗 就是整個知識分子在爭吵的爭議會有一個實質的相關性 當年在爭吵的是 中國到底未來要往哪裡走 是要走全盤西化 比如說胡適 陳獨秀 要的是全盤西化的方式 或者是要走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方式 那是後來很多人做了折中和妥協所接受的 那當然在當時爭辯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復古 強調中國自己的特殊性 然後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 完全不需要學西方 那在清末民粗的時候有這樣三種的模式 才一百年的時間非常特別的 中國這一個那麼大的國家 終於從當年想要走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或者全盤西化的路 回到了一種民族的自信心 認為我們這裡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就是有一個中國模式 所以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這一個恒長的一百年來的 中國模式的崛起 基本上它具有承接 承接清末民初那個時候在尋找 到底是什麼政治經濟模式是適合中國的 是跟這一個議題其實是有直接相關的 好 那所以在我男老師開始講之前 我希望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向 讓大家記得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一百年來的追尋中國現代化的過程 還包括追求富強 然後民主自信心的這樣一個過程 放遠這一個歷史的眾生 然後來看從六四到中國模式 現在的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模式 這些年來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想我們等王楠老師做完演講之後 我們在開放來 大家一起來提出各種不同的問題 來討論甚至可以來問 是否這個新的中國模式 真的比從當年的全盤西化 或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方式還好 那是不是中國模式本身 已經發展成一套獨特的 而且可以挑戰西方 甚至可以取代或者作為其他國家模範的一種 而這才是中國政府正在宣揚的這一套道理 好我們現在要把時間交給王楠老師 謝謝 這是給我的嗎 不是我的 沒有沒有 我要先跟大家說個寶箱 就我這一個學期嗓子就不太好 本來就不太好 後來要趕上太陽花學運就更不好了 所以嗓子會卡卡有點癢 但是各位如果年紀再大一點 聽過吳舒珍女士講話的話 差不多就這樣 習慣了 我想我是用多重的身份 今天站在這裡講 一個呢就是 作為六四事件的一個見證者 我想大家如果對六四確實有興趣 其實問我就對了 我是最直接的 當然我也是一個中國模式的觀察者了 那這方面我覺得 我只是提出我的個人對中國發展的一些看法 我其實一會兒很希望能夠聽到在座 其實包括一些陸師 就是你們對中國現在發展有什麼樣的意見 其實某種程度 其實我們雖然做老師 可是很多程度學生也是我們的老師 像我很多的網路用語都是他們教的 那都是跟學生鄉民們教的 所以我也是聽變女的一家 當然我也做現在做一個老師了 那他用花學運的指導期的三段期 我先我基本上分兩部分 一個部分當然講六四了 一個部分就是對今天中國發展的一些 一些觀察 那剛六四這件事非常大 我覺得它確實是中國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的事件 那它其實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這個深刻我覺得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認識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值得一講再講 而且影響到中國模式 其實中國模式就是從九四來的 沒有六四的話就不可能有中國模式的發展 當然六四是個很大的一個事件 我不可能把它詳細的講一講 我只能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次學生運動 因為整個八十年代其實中國發展不錯 其實八十年代是我們整個 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 政治氣氛最寬鬆 文化生活最活躍 那個政府跟人民關係最好 人民對政府滿意度最高的十年 在這種十年的情況下 居然爆發了那麼大的民主運動 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大家就可以想 中國過去曾經有過一個大躍進 大躍進 餓死三千萬人 都沒有什麼抗議活動 反倒是在發展最好的情況下 有了抗議活動 這是為什麼 大家也許一會可以討論 我想基本原因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其實中國的改革 從路径設定上就有問題 1976年我們開始結束文革 1979年基本開始改革 這個改革的一個基本路径設定 我們都知道基本叫做增量改革 所以增量改革就是舊的制度成分不觸動嗎 基本不觸動 然後去努力的開發新的成分 社會成分 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等等 所以放開農村的經濟啊 工廠的企業的自主權等等 它基本上是個存量改革 存量改革有個特點就是舊的矛盾 沒有怎麼認真去處理 它是希望開發出一些新的東西 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 這樣的一種改革 它本身當然內在就有問題 與你舊的矛盾不去處理 那麼這樣的改革發展到了 88年89的問題都出來了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已經變成很嚴重 當初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當初我們比今天還覺得嚴重的問題 就是腐敗問題 實際上它88年底就出來 那個時候叫官倒了 就是一些當官的孩子 利用他手裡的政治權利 雙軌制 從體制內用低價買出東西 到市場上高價賣出 這個引起社會普遍不滿 但這種現象的出現 應該是改革路徑設定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導致六四 為什麼會爆發 就是學生確實很不滿 當然這種現象 放在今天學生不會不滿的 因為我們今天的學生 對腐敗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們都很覺得 不就是應該如此嗎 當初我們都是非常的純潔的一些人 我們覺得政府官員怎麼可以貪污 我們簡直就怒髮衝冠 今天大家心情平和 第二點就是 黨內其實出現很大分歧 那改革後來到88年遇到很大問題 鄧小平其實沒有參與過任何一項 具體的經濟政策的制定 基本制定都是胡耀邦和趙紫陽 尤其是趙紫陽在做的 鄧作為一個打仗出身的人 其實不太通經濟 但他就是做了一項經濟角色 就是這個來大貨 就是價格闖關 88年政府實行價格闖關 突然一下子就宣布 休克式的療法 把所有的物價一下放開 就在全國造成普遍的通貨膨脹 當時的通貨膨脹率22% 你可以想像嗎 今天我們到3%都覺得不得了 那麼鬧劇軒然大波 在小平擔部承擔責任 趙紫陽承擔責任 趙紫陽離開總理位置去轉任總書記 總理由李鵬接人 那李鵬我們都知道 就是一個各方面水平都比較低的人 但是他的搞權力鬥爭水平比較高 他上來之後 他基本的一個取向叫做治理整頓 這個跟趙紫陽一貫提倡的實話改革 就形成鮮明的對立 當時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黨內分裂 就是在改革路向上 那當作為我們大學生 當時我就跟各位一樣大 比你們還小大一 那我們是憂心忡忡的 因為我們覺得改革要停 尤其李鵬我們都知道他的保守個性 他是紅二代等等 所以這種對改革可能要停的擔心 是六四第二個原因 第一個我剛才講就是不滿 第二個就是擔心 第三個應該說是壓抑 都是一些心理名詞 其實大的社會運動都是群體心理醞釀出來的 為什麼說壓抑呢 因為我們經歷過文革 其實經歷過文革 從黨內到黨外 朝野對文革都有反思 都覺得怎麼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 會出現文革那樣的 完全是退回到原始時代的事情 人吃人的現象都出現 然後學生把老師打死等等 這都是反族 人類的反族現象 完全回到一個原始的時代去 所以其實共產黨黨內也在反思 但我們知道 整個八十年代是個啟蒙主義的時代 理想主義的時代 所以經過反思大家覺得 就是因為缺乏民主 鄧小平也很清楚 鄧小平說說 毛澤東能夠那麼為所欲為 當然就是黨內缺乏民主 所以其實本來社會對文革的反思 是有結論的 就是應該高民主 但是整個十年下來我們發現 其實鄧小平不是 鄧並沒有想動民主這一塊 他基本上是想發展經濟 重新建立他的合法系 所以民主他不願意觸動 所以八十年代雖然已經是 政治最寬鬆的時期 但是我們仍然經歷了好幾場政治運動 反對資產機器自由化 清除精神污染 知識分子動不動就被點名 到了87年 我們的幾位老師 林培瑞先生也很熟悉的方麗芝老師 劉賓等等都被開除黨籍 這個使得社會的感覺非常壓抑 就是你十年積累 希望這個國家能開始民主化 可是十年下來大家普遍失望 沒有 發現這個政府並沒有 進一步退兩步等等 所以這種失望轉換成壓抑 所以第一個就是不滿 第二個擔憂 第三個壓抑 這三個我覺得是爆發二六四的主要原因了 但第四個原因就是偶然因素 就是胡耀邦4月15號去世 胡耀邦當然是黨內少有的開明派 他本身具有樸素的民本主義思想 比較親民啊 比較開明 但是他的87年蒙冤下台 沒有經過正當程序 就丟掉了總書記職務 使得我們這些大學生 覺得對他有歉疚嗎 那麼我們也知道 胡耀邦去世 就是會使得黨內推動民主的力量 又燒了一塊 所以悼念 胡耀邦本身就是具有政治含義在裡面 那正好胡耀邦的去世 就把這個都帶出來 中國歷史上幾次大的 時代變化 都是著名的國家領導人去世 導致的 結束文革是周恩來去世 四五運動 那八九年是胡耀邦去世 我現在很好奇 接下來中國誰去世 就是導致一個新的按照規矩是這裡 所以基本上六四 第二個部分要介紹 大概的過程 4月15號開始 胡耀邦實施 當天我們北大的校園裡 就全是打著爆 第一個階段 基本上是從4月15號到4月27號 這個階段 基本上是道湖的階段 當年胡耀邦的階段 那當然我們就是去天門廣場獻花呀 4月22號中共在人民大會堂 給胡耀邦辦追悼會 4月22號25年前 辦追悼會前一天晚上說 要把天門廣場封起來 我們就10萬人路過天門廣場 順便就坐在那了 10萬大學生就是首頁 然後第二天參加了這個胡耀邦的追悼會 那這個追悼會 4月20號追悼會之後 其實學生的運動能量已經出現降低了 15號到12號其實已經 一個星期了 按照我們過去的 搞學運的規律差不多了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差不多了 那這時候出了一個 整個六四最重要的一個情節 所以我基本認定六四 其實是一場中共的政變 是它內部的實實在在的一場 各方面政治決定 都符合的 就是一場政變 就是4月24號 趙江離開北京去北朝鮮了 北朝鮮真是耽誤我們中國的事啊 不是一次兩次都是他們在耽誤 就是他那個國事訪問 他也不要改趙江就去 趙江離開了之後 代理總書記叫李鵬 趙江中午走 李鵬晚上就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 處理學調 高調處理學調 而且讓這個指令北京市委 組織了很多很負面的很極端的材料 第二天去見鄧小平跟他講 這場運動就是要打倒你 打倒共產黨 那你可以想想 其實我們是為了悼念 胡耀邦居然被指定說是為了 而且指定打倒鄧小平 鄧小平就大怒 於是就有了426社論 426社論 是一個非常左的 把學生的愛國熱情 完全說成是要 顛覆黨 顛覆社會制度 而且指責我們說 我們要把中國 拖到一個黑暗的深淵去 深淵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說我們要把它拖到哪裏去 為什麼不能拉到那裏 也不講 說要拖到那裏去 但是我們都盛傳說是 四人幫從監獄放出來 寫的那篇社論 那你可以想像 本來學生的情緒已經平緩了 那這篇社論出來就是 所有的學生的情緒大反彈 於是我們知道 427號爆發中國歷史上 最大的一次大流行 427號北京所有高校 清朝出動 整個長街塞滿 完全就是對 426社論的一個反彈 所以如果沒有426社論 這套運動 根本發展不起來 完全是這個社論 把學生給激化了 跟政府的對立 那為什麼要搞這個社論 我大概月底會出一本書 叫《六四背忘錄》 我裏頭專門有篇文章 那裏詳細的介紹 就是426社論背後的 種種的這種做法 那我們當然隱聚了 包括當時中央辦公廳的幹部 胡家祥的回憶 隱聚了當時的總書記 趙子洋的回憶 可以確證 這是李鵬發動力上成品 目的就是要搞到 趙子洋 把整個學生運動激化 這是六四很重要的一個性質 那麼 這是第一個階段 4月15號到4月27號 之後馬上學生跟政府的情緒 就激烈的對立起來 第二個階段 4月27號到5月4號 就是快到25年前的昨天 那這段基本上就是 學生在校園內去醞釀 更大的這種抗友活動 那麼我們也 迅速的組織化 成立了這個高校自治聯合會 北京的 各個高校都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會 那麼我們單獨還成立了一個 像這個台灣學運有台大社科院系統 我們也有那麼一個系統 那個系統叫對話代表團 就是專門從各個學校出調一些博士生 針對教育文化政治各個領域 準備跟政府直接對話 然後我們也有多次跟政府接觸 那我本人主要是負責跟政府接觸 就敦請政府要跟我們對話 因為我們在準備 那麼這一段我們也組織了五四大遊戲 那個時候正是五四五四的那個七十周年 那麼這個大概第二個就是醞釀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五月四號到五月十三號 那這個階段就轉移到校園民主建設 我們當時的想法是說 一場運動要東西延續下去 其實我們那時候看不到太大 就是運動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可是當時我的想法就是說 不管運動未來有什麼可能性 我們一定要弄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可以留下來的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說 把校園自治學生組織法治化 所以我們就在 比如在北大的風雨操場 我們就組織了上外人的學生大會 舉手表決廢除掉原來的學生會 直接合法性就建立新的這種學生會組織上 就是各個系各個寢室派代表 然後我們到各個寢室去徵集那個意見書 就是用這種法律化的手段去 我們希望學生運動組織合法化 那這個時候繼續跟政府談判 那政府的態度就是拖 這個當然我們知道馬政府跟誰學的 我們都知道 對吧 這就是拖拖 拖到你運動能量低 這個大概各個集權政府 都是這麼想 索性那個時候 雖然我們年紀小 大概也看穿了 政府就是打算這麼拖 所以我們每次去找信訪局 信訪局就說 我們在研究 第二天去說 對呀我們在研究 第三 跳針就是 這種情況下 我們覺得不能被他拖垮 因為學生真的有點有被拖垮的樣子 其實坦率講 如果沒有王金平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後來要該怎麼辦 這一次對不對 所以拖其實政府很有效的一個做法 但那時候我們就決定不許政府拖 所以進入第四個階段 五月十三我們發起局勢 既然你要拖我們就把事情鬧大 我讓你拖 我要讓你面對更大的事端 如果你要想拖的話 所以這就是基本上我們想發動 絕食的一個主要的意圖 就是不希望政府拖 希望政府能夠面對學生的訴求 希望這次機會 我們能夠把握住 推進民主化 所以五月十三號開始絕食 這個當然我們可能再講 絕食的實價等等 所以第四個階段 五月十三到五月十九號 基本上是絕食 但我們決了六天多 這樣七天 那當絕食一開始 整個運動性質變化 從學生運動 就變成全民的人主運動 因為絕食一開始變成全國性的 在此之前呢 基本上還是北京 上海 廣州 成都等等那些大城市 絕食開始以後 基本上中國二三線城市以上 全面開花 那才叫真是全面開花 基本上二線城市 像寶基 陕西寶基這樣的以上 都是有學生組織 遊行 静坐 示威等等 那北京就不用講 北京連什麼 中央黨校都組織 所以每天長一街上 都是滿滿的聲援隊伍 那像當初的所有的民主黨派 大學校章 跟這個談話 就差不多都串出了 要求政府跟我們推化 那這裡有另外一個故事 那就是政府裡頭也是 完全有他們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腳本 我們現在不是很清楚 因為在他們內部 也開了很多的會 現在材料也不公開 那這裡我們 包括也出現十二學者 我選 就請了一些 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學者 戴晴啊 李澤厚啊 對學生有影響力的 學者 黃國昌啊 王大洋這些 就是類似 出來跟學生斡旋了 斡旋也無效 因為政府就是不扎容 那麼到了5月18號 終於出來 我們絕食第五天第六天 其實還是比馬英雄強 我覺得就是還是出來 我們當總書記趙紫陽 是19號凌晨 就親自到了天門匡場 隨身只帶了文家寶 和一兩個人 就完全走到群眾中間 大家都圍著 講完壞朝的簽名 你是找簽名這個風俗 早就開始了 什麼事都要簽名 那即使連最蠻憨的李鵬 18號也出來 在人民大會堂 跟我們學生代表見面 但是見面沒有圍繞 我們提出的絕食訴求進行 變成說其實是 他訓話了 對吧 他往上班上一靠 那個臉上皮笑肉不笑的 然後去講一些恐嚇我們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 我是個溫溫爾雅的人 我不會去幹喬达那個 但是我們還有個叫 烏爾開西的那個 是個維吾爾族的烈士 那個直接就是說 總理不要再講 我們學生 你給我沙塔 沒有講沙塔 但那時候的英文還沒那麼好 但直接就是說 你不要再往下講 就是其實變成雙方的一個對峙 那當然也無疾而終 19號政府宣布戒嚴了 這個時候他們其實 13號到19號六天 他們在幹嘛 他們就是在調動部隊 從各個軍區調動部隊 逐漸大概最後是 20萬到30萬人民解放軍 從外圍 整個拔北京 圍的是水泄不通 那這些部隊調來之後 完全是隔離 隔離了一個多星期 進行叫 跟你們講北京現在已經被暴徒占據了 我們現在就是挽救共和國的命令 絕不許心軟 絕不許那個 有一點點的姑息 我們就是要奪回北京 捍衛我們人民共和國 就像這些東西 封閉不許看報紙 不許聽廣播 對戒嚴部隊 進行這樣的交易 到19號教育差不多了 宣布戒嚴 軍隊開始進北京 那麼第五個階段 就是5月19號到6月3號 這一個階段 就是變成抵制戒嚴 反戒嚴 那麼全國動員 戒嚴把整個的事態伸到更高了 你可以想像 台灣如果真戒嚴 那真的就是 會有暴力的事情出現了 那當然就是 我們跟政府之間的對立 就幾乎已經不是 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對立了 你連戒嚴都搞出來了 那幾乎已經是敵我了 這種情況下 就你準備動物了嘛 所以那個運動就變得更加的激烈 當然天文廣場已經被佔住了 所以偉師就和政府先不戒嚴 全廣場的幾萬大學生 就宣布停止決施 改為靜坐 準備進行長期抗爭 當時我們就是 準備就在天明廣場 長期抗爭 因為希望黨內發生一些 兩制的變化 因為我們知道總書記 也站在我們這邊 當時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 叫萬里 基本上也是站在學生這邊的 其實只有一個鄧小平 當然還有李彭等等 所以黨內我們在等他發生 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希望撐一段時間 繼續保持壓力 迫使黨內出現這種分歧 再去尋找運動突變的這個機會 那麼這個過程中 就要出現新的情況 比如說外地大批的學生進進 當然也幸虧有外地的同學 因為我們實在太累了 在我們4月15號就是 那個時候我幾乎就是 隔幾天就從我們北大 大家去了北京 海淀去走到天文廣場 現在我一定要打車過去了 根本就走不到了 那時候不知道走了多少 便實在累死了 外地學生來逐漸把廣場接過來 那麼香港的同學來 帶了無數的帳篷 所以我們天文廣場完全是帳篷山 就我們的條件也有改觀 其實也是一樣 便當河堆積如山 各種錢也是無數 跟台灣話都是一樣的了 那時候我們就是各個 市民也組織起來了 知識分子組成聯合會 市民聯合會 工人自治會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組成了很大的 統合性質的組織 我們叫愛國違憲聯席會議 那那個階段 我其實就調到這個聯席會議 我去主持那個會議 是一個更高的 給運動做這種指導 和諮詢的會議 天文廣場的具體指揮 我就撤出來 就是由我們 可愛的柴玲同學去主持 就是他去做柴玲做 從指揮 從德里路等等 那麼這個階段要說的就是 其實在廣場灾了 那就我們就講到最關鍵 就是那個狀況 然後確實有一點混亂 因為外地學生我們不認識 我們經歷過台陽花的 也都會知道 南部同學上的 我們原來北部的一些社團 也不見得認識了 那我們當時也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跟他們溝通 真的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根本就 像我們原來在 我在這之前 我在北大 就搞了一年的民眾殺戮 我在北大 所以基本上 北京高校 調皮導彈的學生 我本來就都認識 就是大家一起喝酒完蛋 那就好溝通嘛 那外地學生不認識 有點牢頭 那這是一個情況 我覺得就有點困難 第二個當然我們也 就是接下來我們看到 政府都已經戒嚴 那我們也覺得 政策調整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 一個就是我們致力於 勸說學生退出控制 聯席會議開了幾天 大家知道最近 前兩天柴林剛剛寫了一封 給天安門母親 丁子林的公開信 他裡頭大概提到一些 當初的密心 這個密心就是 我們本來在聯席會議上 開會已經內部決定 5月30號撤出廣場 所以5月26號 我就去了廣場 代表整個聯席會 向所有的廣場學生 發表講話 說我們的最高聯席會議 建議大家5月30號 全是大規模的遊行 舉辦史上最盛大的集會 撤出廣場 那柴林是簽字同意的 簽字同意了之後 等我講完 他就接過話筒說 我不同意 我就整個傻眼在那裡 那柴林最近的公開信 他有解釋說 其實不是他不同事 什麼李陸不同意 但是他那時候就接受了李陸的 新的勸解 他又反悔不同意 等等 但是這次努力我們就試拍 坦率講 我覺得我也有責任 我後來再三講 我有責任就是 他找我是溫溫爾雅的人 這溫溫爾雅真是個壞毛病 就我那時候太在乎 學生運動內部的 不要分裂這件事 坦率講 憑我當時的影響力 雖然我才小大一 可是因為他長得還不錯 反正是很有 很強硬 還有你是不是 您忘了 如果我強硬的 就是壓制這個 協聯席會的力量 甚至把它給 那個預防性羈押起來 也許可以強行的 就是賺收學生車 但是坦率講 我當時就是也沒有 這麼強行做 那我現在想起來 真的後悔不已 那個時候我才大一 我真的是 可是那樣做 真的就造成整個學運大分裂 如果我要站出來 跟柴玲對抗 那是這件事 是我當時 無論如何不想做的 但以我今天四十多歲 我覺得應該做 可是當時我覺得不應該做 所以就 這次努力就失敗了 這次失敗之後 我們就跟一些知識分子 像王君涛等 我們就討論再怎麼辦 因為 只要廣場指揮部 宣布不撤 我們就不能宣布撤 我們就主張 那就繼續堅持下去 當時我們就開始施展 陰謀軌跡 就想使用別的辦法 因為你知道廣場 這麼大的狂場 法國大革命也這個樣子了 群眾運動就這個樣子 要非常成熟的群眾運動 才不會出現的一種情況 就是誰越激進 誰越穿過領導去 這次台湾學運真的非常漂亮 就是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這種台湾學運其實有很多很激進的 我們都知道一些人 一些組織 可是最後沒有被他們所主導 可是其實要成熟到這樣是不容易的 所以六四我們那時候 我覺得沒有儲出到這個樣子 就變成比較激進的 會掌握廣場上的麥克風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要變得比你更激進 重新拿回領導圈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組織了 知識分子接力爵士 第一個 第一批就是劉曉波 還有台湾歌手 你看我們台湾介入我們內政奪 是叫侯德健 但是侯德健那個時候 在大陸是最紅的歌星 他一爵士可是不得了 好多人來天門廣場支持 說不能讓猴子死 能讓猴子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大的一些學者 包括後來北大的千里群老師 就會一波波絕食 我們的想法是說 如果他們都出來絕食的話 就是那廣場主導權 可能就被他們拿下 拿下之後我們就帶人撤下來 那這個計劃大概是從6月1號開始 那到6月3號重複開槍 這個邏輯是什麼 我現在不太清楚 就政府為什麼選不來6月3號開槍 但政府開槍把我們這個計劃 就完全給打破 沒來得及讓我們拐一個彎 把學生帶出廣場 但我們知道我們做的任何一個決策 政府都知道 是不是政府已經知道我們要怎麼做 而且評估這樣做 可能會導致我們把學生帶出來 所以開槍 那這個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的證據 但是我真覺得 剛當我們想這麼做的時候 就開槍 這個時間點至少背後沒有必然邏輯在 一定有一些政府的考量在內 那他的考量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第二次想撤的奴隸 就要破滅 那麼第六個階段 那是6月3號以後 6月3號以後 他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政府真的是 完全動用常規戰爭的方式 對付手不寸貼的學生 各種的武器啊 坦克都上 我們都看到坦克就是 那個天門廣場戰班 沒有一個很少有國家動用正規軍 在自己的首都開槍的 你歷史上去照 大家都說 美國也怎麼樣 哪個國家這樣基本動的警察了 我們是動用人民解放軍 野戰軍部隊 對付自己學生 人類歷史上沒有過 估計以後也不會有了 當然接下來就是 逮捕 通緝 逃亡啊等等 那我自己當然就是 我6月 政府開槍以後 當我們先轉移到北京的外圍 後來我又去了 什麼上海啊 哈爾比亞啊 跑一跑 後來我覺得 這樣跑還不如去監獄裡做的 其實 你知道那種 逃亡天涯那種感覺 並不好說對不對 隨時就是要小心被抓到 遠不如做個烈士心理踏實 所以後來我就回了北京 7月1號回到北京 7月1號回到北京 2號就被捕 那北京天羅地方 你想我們只要一進入這個土地上 馬上就會看到 所以7月2號就被捕 我自己大概 當然1989年7月2號被捕 然後後來判刑4年吧 93年放 放我出來之後 當然我不服啊對不對 就是繼續去組織一些反對活動 到95年被第二次逮捕 第一次逮捕說我是反革命宣傳煽動 對吧呢 這個我真的覺得 其實也有點像 就是我也確實進行了這種煽動 所以我還覺得還好 可是第二次就給我級別升高了 第二次95年判我說我要顛覆政府 這個我真的覺得有點太扯了 沒扯人還扯 那當然政府自己也覺得很扯 所以他們後來到98年就給我放了 那也覺得太無聊了 98年就是直接就是 從錦州監獄用車直接給我扔到機場 直接把我送到那個飛機的上面 然後幾個政府公安部的 什麼公安部的勞改的官員 朝我頻頻揮手 免寒微笑 所以我走上了政策 就把我送去美國 那美國就另外一回事 這大概就是六四大概的一個過程 那歷史事實我能見證的這些 但我作為一個當時人 我覺得有幾點是可以講的 一個就是今天我們回來看六四這件事 我覺得一定要區分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八九民運 一個叫做六四這樣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大家現在都把它混在一起 是天大的錯誤 它怎麼可能是一件事呢 最多是英國 89年民運 是學生發起的一場 學生也過民主運動 六四鎮壓是政府主導的一場 對學運的打擊 出動軍隊等等 主體不一樣 方式不一樣 訴求不一樣 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們在回顧這件事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 把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不分開 一定要分開講 才能看清那場市場的真相 所以有的人會說說 八十年代改革發展不錯 中國也試圖進行正式改革 結果因為六四這件事情 意思你們這些學生就起來鬧 所以中國的改革就停頓了 這種說法是完全荒謬的 對不對 是誰使得改革停頓呢 當然不是八九民運 當時你六四鎮壓啊 你六四如果不鎮壓會停頓嗎 對不對 學生運動各國都有不同政府 有不同處理手法 沒有一個必然的邏輯說 有八九民運 就必然得六四鎮壓 歷史上看也沒有這個必然邏輯 那個各國不進行用野戰軍鎮壓的例子 應該遠遠高過用野戰軍鎮壓的嘛 所以那個關鍵點 是在於你政府怎麼面對 群眾要求民主的浪潮 你這種武力鎮壓的方式 你還是用妥協 接受共同進步的方式嘛 所以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啊 是誰打斷了開革的情緒 我一會兒們還會講 就是其實是一定要用武力鎮壓方式解決六四問題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在強調就是 是六四鎮壓 終止了中國八十年代開革 而不是八九民運終止了開革 八九民運 是八十年代改革的必然的結果 它本身是沒有原罪的 但是怎麼面對這樣的一個 十年改革積累出的人民的民主意識 就是決心 對政府就是個考驗 政府如果過了這一關 中國就開始民主化 政府過不了這一關 中國就打退回專制時代 那我們就看到 在中國就發生了後者 這就是八九民運 跟六四鎮壓的邏輯關係 那麼第二點 就是 到底學生激進不激進 因為一貫有一種說法 說當初你們學生太激進了 佔領廣場 這個我們台灣同學心有氣氣焉 現在也是被罵到暴民等等 就是你們怎麼可以佔領廣 不退而是把政府逼到牆角 我覺得這麼講話的人 應該是完全不了解最基本的事實 基本的事實就是 大家想什麼叫激進 什麼叫把政府逼到牆角 我們三千個人在那自願絕食 用自己的生命 表面開始很絕絕的行動 可是爭取的是 全有人類以來最溫和的訴求 所有的抗爭活動 沒有像六四提出的訴求 那麼溫和的 我們的絕食 大家回去看絕食宣言 所有人用生命要求兩條 第一條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論 你說這叫激進要求嗎 共產黨天天改自己的社論 對不對 他這個文革發的所有社論 他現在全操定了 你改個社論有何難 你每天都在看這件事 而且這個社論 全國人民反對 黨的總書記反對 你就不肯改 你寧肯開槍殺人 你就不肯改一下你的一篇社論 誰激進 學生拿生命 只不過要求你改一下社論 怎麼能說是 學生把政府逼到牆角 學生如果這個訴求都不提 我們要幹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已經 就是我們要一個證明嘛 你不要說我們 這個是要什麼 推翻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未來是我們要去承擔的 我們推翻了 我們承擔什麼 當時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是接班人嘛 我們怎麼可能要推翻他 現在你就說我們就是 歹徒 就是要推翻 我們要求你改一下 要承認我們 其實是愛國的 這個要求 你要還說著激進的話 我覺得那 就沒有道理可僵了 好 第二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 就是要求跟政府對話 這個叫 給政府逼到牆角嘛 1987年中共 中共召開十三大 十三大提出了 政治體制改革 總體法案 第一條就叫 社會協商制度 社會協商制度的 具體內容 就是趙紫陽宣布 中國共產黨願意 跟各階層的人民 展開對話 我們就是根據 這條鐵的訴求 因為我們發現 87年輸了之後 後來你這麼一做 所以我們三千個大學生 用生命要求政府落實 你的十三大報告 這叫激進 對不對 要求你把你的 說的話 你真的要做到 這怎麼說學生激進 所以只要政府答應 四二六社論修改 不要說我們是歹徒 要說我們是愛國者 然後真的出來跟我們對話 所有學生撤出廣場 政府寧願調動 二十萬野戰軍 開槍殺自己的人民 不顧全世界譴責 這兩點就不肯答應 回頭誰還要走 說是學生激進 請問還有人性嗎 對不對 這樣的話 還說是學生 把政府逼到牆角 那政府是什麼 對不對 這麼基本的 所以如果我們說提出來要求共產黨下台 那把共產黨逼到牆角 我們遊行第一條叫擁護共產黨通透 第二條叫擁護人民共和國憲法 全世界沒有這麼溫和的一場學院 這個才是六四最大的教訓 太衰章 我們要是激進一點 結局就不一樣了 就是因為太溫和了 結果現在反倒被指責激進的話 那當然我覺得就是指責者不對 這是我講第二點 就是你要回到基本事實 回去看當時的絕世的訴求 就是那兩個訴求 從頭到尾 不管是趙紫陽來廣場 還是李鵬去人民大會堂 堅決不答應 就是不答應 一個字也不答應 那麼再講一個問題就是 政府一定要開箱解決嘛 那有人說你們站著廣場 那個是什麼 其實廣場不就是人民在活動的地方 我們只不過路過坐下來 坐久了一點了 我們願意在那曬太陽 你管得著嗎 但是這個道理沒法講 即使是就是好 我們不能坐那 你一定要開槍去處理嗎 當然不是 那後來好像李鵬還出來 記得講話說說 哎呀說我們其實過去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沒有準備足夠的橡皮子彈 弱智的在講這種話 什麼叫你沒有準備夠足夠的橡皮子彈 所以你就拿實彈台 他後來真的對外國記者有個解釋 說我們那時候沒有準備夠橡皮子彈 我們才用了實彈 你知道我們國家領導人的IQ值 你把跌破了那個 大概在三以下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開箱解決 當然不是 第一 其實黨內是有一批力量準備解決的 代表人物就是趙紫陽 趙紫陽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 是法定的共產黨的代理人 第一把手 趙紫陽從北朝鮮回來之後 李鵬去接機 趙紫陽下來第一句話就說 426社論錯了 要改 李鵬就說小平總是定的 不能改 所以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方案 就先改426社論 學生連絕食都不用 都不必要去 因為大家知道 學生的情緒被激化 就是426社論 趙紫陽一開始下來就覺得不對了 那麼趙紫陽接著在政治局會上 又提出解決方案 包括他提出就是我們公布 各級官員的財產 學生不就是對 官員腐敗有意見嗎 我們應該公布 我們知道到現在 這個都實現不了 但照那個時候就提出來 他就那時候就提出我們 停辦一些群眾普遍有意見的大的 官島公司 比如說當時的康華公司 鄧浦方的公司 那個公司 殘疾人的一個公益公司 天天賣彩電賣汽車 賺錢無數 民分極大 趙紫陽說這些公司應該停 然後趙紫陽說 第三 從我開始趙大軍趙二軍 我的兒子開始 所有的幹部子弟退出商業領域 不去經商 我們政治局公布這幾條 然後我拿這幾條去廣場 勸學生退 當時的統戰部長 嚴明副局來跟我解決 我就說 如果真的這樣 當然我們就接受 對不對 因為你三六社會也幹了 那麼你也回應了 學生提出的訴訟 為什麼一定要開槍解決 難道就不可以這樣 而且這是共產黨總書記提問 所以誰說一定要開槍解決 那只是黨內某一部分強硬派 說要開槍解決 而不是說只能開槍解決 即使在中共黨內都準備了很多套方案 只不過因為黨內的鬥爭 就是李鵬想政變 就堅決否定了 這種方案 就是一定要用他那個武力鎮壓的方法 那麼即使這樣 回來來看事實 即使是用你戒嚴的方式 一定要開槍嗎 六月三號晚上開槍 戒嚴部隊從四面八方要進入北京 我們知道從五月十九號就進 但是北京老百姓就出了 唐島一地 我們現在的中 中研院的院士 歷史學系 我們這是歷史系同學 應該知道張廣達先生 張廣達先生 我們中研院的院士 當年北大歷史系的教授 他就帶著幾十個教授 掛著橫幅 寫著自己的名字 這樣的人就是 所有北京的高校的老師們 北京市民老太太們 躺在坦克前 躺在軍車前 所以各個路口的軍隊 全給攔住了 就進不來 那這些軍隊要幹嘛 就是要去把天門廣場脫毀 所以戒嚴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打掉天門廣場 不許人民在那裡集會吧 所以你就把天門廣場 躲回來就好了 一定要開槍嗎 如果有人有興趣啊 真的是去找史實的話 你也不用看我們講的 你去看官方的錄影彈 官方當時有公布 平暴錄影彈 就是六月四號凌晨大概 三四點鐘 戒嚴不得進入天門廣場 先是一排子彈 把所有的我們的喇叭 燈全打掉 所以整個廣場漆黑的 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 然後部隊就是 潮水雨潘的就壓過來 把我們壓縮到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 當然當時我不在現場 那可是你如果回去看那個錄像 你去定格 導彈 部隊從哪出來的 大家想想很奇怪 因為部隊不都是被人民打住了嗎 潮水喷的部隊哪出來的 人民大會堂裡出來的 人民大會堂 北京就在天門廣場旁邊嘛 我們都知道 中國1969年要跟蘇聯打仗 準備打仗 所以那時候毛子下了個命令 全國挖防空洞 像我北京 我們家下面都是防空洞 我們有水文化部大院 都是 你可以想像一般老百姓 家裡都要挖防空洞的話 那官方那些機構 所以人民大會堂 是有非常寬的地下道 直通西山 西山那邊有防核設施了 這當然每個政府都會高 部隊其實都從那個渠道進來 人民大會堂裡頭 早已經坐滿了 建議部隊士兵 6月4號凌晨4點 所有士兵從人民大會堂衝出來 問題就來了 死人都是在長安街上 為什麼 那你幹嘛在長安街 要殺人呢 對不對 其實周圍 包括我母親工作的是在另一邊 叫做國家博物館 我母親就在那工作 那是我母親的單位 她在那工作幾十年 監部隊早進去了 我們都知道 我們監部隊早在裡頭 那麼天門廣場正對面 勞動人民文化公 和中山公園 那個兩個公園早就被封鎖 為什麼裡頭監部隊 實際上監部隊 早在天門廣場周圍 你為什麼要在長安街上殺人 你就把天門廣場奪回來就好了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我們知道死人都是在長安街 尤其像六部口那樣的地方 另外比如說我們最近有個見證者 叫方正 原來北京體育大學的 他是在6月4號的六七點鐘 當柴玲帶著人從廣場撤出來以後 他保護女同學 所以走在隊伍後頭 坦克車追上來 從天門廣場追過來 追到六部口 衝壓學生 壓過去 把他壓到雙腿殘肌 現在兩個腿就沒有了 這個就更沒有道理了 對不對 那個時候天門廣場你也站了 長安街上你也打死人了 學生已經殘兵敗將 撤到六部口 你追上去壓人幹什麼 完全是瘋了 就是貴子上殺人 就是任何一個極權政府 就跟一個人引獸一樣 他不能聞到血溫 只要聞到血溫 他就 他我相信那個坦克手 自己大概就是魁賊的 大概我不相信 真的是上級有命說 你就是見一個壓一個 他就是聞到血溫 他就回到獸性 否則你有什麼道理 解釋從背後壓人 對不對 如果暴徒衝上來擋你坦克 你說你壓他 那你為什麼 所以後來有人拿那個 說王維林當坦克 說都沒有壓 那你怎麼解釋方丈背後來壓 對不對 這種突變 那我們要找被壓的人 那多的是 那遠遠超過王維林 何況我們都知道 王維林那個形象 被所有人都在看 當時所有的媒體都在呢 他當然不敢公然的 在全世界媒體面前去壓人 但是後來死的那些人 全是這麼被坦克壓 機槍打 打死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完全沒有任何技術上的利用 政府要去開槍 這就是一次血淋淋的 就是一次政府突撤 就是要殺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今天都沒有時間講 其實我們中國殺龍場 考慮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殺人 毫不必要 技術上沒有必要 其實政府評估應該知道 後果是很大的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方式 完全可以更柔性的處理 為什麼要一定要用 這麼暴烈的方式 我覺得政府是有他更深的考慮 他顯然不是僅僅為了解決 這一次事端 他要解決二十年的穩定 他有更大的考慮 他要用一種東西來解決 更長遠的政治 所以他必須用 比較更佳的手段 那這是我要講的 那麼當然現在還有人說說 是不是如果不鎮壓 中國就會亂 比如說我跟Perry 我們都認識了一個 老朋友哈佛的一個教授 最後那個傅高義 他就寫了一個鄧小平傳 基本論調就是他可以理解 他們的決定 因為他覺得如果不鎮壓 中國就會亂通通 我覺得 雖然Professor Vogel也是我的 算是老師 可是我真是覺得 他說的不對 我還是很客氣的 他說的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根本 邏輯上說不通了 什麼叫政府不鎮壓 中國就會亂 這其實完全是拿一個 未知的事情 做一個確定的推論 當然這我寫過一個著名的文章 就請邏輯說服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沒有邏輯呢 你怎麼可以拿一個 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就說作為今天 殺人的一個理由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任何殺人犯都可以 逃避法律制裁 對不對 因為每個殺人犯都可以說 我要不幹掉那個 我殺死他的那個人 他可能就會殺我 所以我才殺死他 那麼殺人犯 都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嗎 每個人都可以 合理這麼推論 所以政府合理推論說 我不鎮壓掉學生 學生叫推翻我 所以我鎮壓就是合理的 那我今天每個人 我都可以把各位 送到一個另一個世界去 因為我都覺得 那誰知道 萬一擁他我怎麼辦 所以我先把你們幹掉 這不是典型的法西斯邏輯嗎 怎麼可能有這種說法出現 說如果不鎮壓中國就會亂 這是我講一個 二一個當然也有人說 你們學生也要反思啊 對不對 你們有什麼錯誤啊 等等啊 我覺得 第一我們一直有反思 我93年出來 我屁里巴拉寫了很多東西 我98年放到美國 那天我剛到美國 第一天的記者會 是Perry給我做中文翻譯的 因為那時候英文是非常差的 我那天出來 我就講我三分工七分過 我不是說那場運動 我說我個人 因為我有同學死亡 我作為一個領導者 我當然有責任 那而且我覺得 就剛才我講 我沒有強硬的去處置 撤出廣場的問題 我上來我就說 我個人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 當年1998我就講 至今我也認為 就是我個人而言 三分工七分過 怎麼能說我們沒有反思 那麼後來寫了很多書 其實說我們沒有反思的人 並沒有看我們寫的東西 就是那麼 逼我們要去反思 那首先我就講說我們是有反思 可是記者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這樣的要求 反思我是不服的 這樣要求我們反思 我覺得是不對的 是不公眾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個順序的問題 我們跟政府之間 政府是施暴者 我們是受害者 施暴者和受害者 誰應該先反思 這是一個重要的順序問題 對不對 其實順序問題是非常重要 因為順序問題 涉及到正義的問題 什麼是真正的正義 正義就是要建立在順序的基礎上 那個順序 我們也可以叫做程序 如果我們翻譯成程序 大家就知道 這是基本的民主 最核心的東西就是程序 稍微有民主素養的人 就會注意順序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反思 我們應該 我們是受害人 政府是施暴者 政府應該先反思 那些站出來要求我們反思的人 你們有要求政府反思嗎 你們有站出來要求平反六四嗎 你們要求政府道歉認錯嗎 沒有 反過來 盯著我們不放 讓我們去反思 我認為這違反了基本的正義原則 我不拒絕 其實我沒有那麼凶悍了 即使你們這麼不講理 我接受 好我做反思 但是我要說 這樣要求我們 其實本身是極不為重 是違反民主基本素質 就是當你們沒有要求施暴者 先認錯道歉的時候 反過來要求受害人去反思 這是非常非常歷史不公正 表面上看 是雙方各打五十大半 實際上是站在極權者的一邊 實際上是為虎作倉的要求 但是我還是強調 為虎作倉我OK 對吧 人性大概就是這樣 我接受 我願意反思 即使政府不認錯 不道歉 我還是願意做反思 我願意對人性的弱點讓步 但是我希望人性不要 這些弱點慢慢改進 不可以施暴者還沒有道歉 就要求受害人反思 那麼最後關於六四我要講 就是其實學生做的不一定都對 學生是不是要用佔領天文廣場的方式 我也甚至都覺得可以上去 包括這次是不是要衝行政院 是不是要衝佔地法院 我覺得統統可以上去 有不同意見都可以尊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不容置疑 和必須得肯定的 就是學生應該出來做 做什麼事做到好壞是一個層次 另一個層次的學生要不要出來做 這個社會 青年學生要不要出來承擔一些社會責任 要不要表達這個社會的關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不去考量這一點 而去眼睛只盯著更低的一個層次 就是他用什麼方式做 他做的效果好不好 那個我們都知道是個技術層面 可是原則的層面是 應不應該學生出來做這種愛國的民主運動 所以從這點講我覺得 不管我們當初做的有種種的缺點錯誤 但是我覺得 我們站出來表達我們的愛國熱情 我們願意做一個不明參與 我至今一點後悔也沒有 我覺得我們沒有錯 這就是關於六四我要講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進入到就是下一個話題 就是中國模式的問題 那麼我要說中國模式為什麼跟六四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六四這件事我還要強調八九民運 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一個總結 所以八九民運是面向八十年代 可是六四鎮壓開啟了九十年代以後 中國的變化 所以六四鎮壓是開啟新時代 那個時代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中國這個時代 其實是沾著血的 因為它是從六四鎮壓開始的 六四鎮壓深刻的影響了中國的社會 我覺得六四最大的三個深刻的影響 這三個深刻的影響 都是構成了中國模式一些基本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就是全面的放棄 八十年代的時候啊 整個時代的精神就是我們 作為老百姓跟政府我們是一致的 我們要對這個國家是會有擔當的 所以我們要參與什麼天下心亡 匹夫有責 所以我講八十年代是 人民對政府滿意度最高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同心同德在一起 可是我們知道經由六四鎮壓 就是你很想像吧 如果是你結果你提出一個訴求 人家拿槍打你 你還能跟他同心同德嗎 不可能 所以六四以後 中國再沒有人民跟政府 同心同德這件事 這個對中國是很深刻的影響 因為在改革的關鍵的轉型期 其實人民跟政府同心同德很重要 當然我們現在大部分人也是順利 可是我們有多少中國老百姓 現在是從心眼裡去擁戴這個政府 去愛他 提到黨就熱淚橫流 而不是想從那邊撈好處 很少 大部分人當然都覺得 跟他站在一起走路有風 可以撈好處 那這個不是真正的通通的 八十年代我們不是站在這個角度 八十年代我們覺得我們是 我們都是改革者 那今天我想 但沒什麼老百姓說 我們是這個社會的改革者 這種觀點已經沒有了 這對每個社會是極大的傷害 因為人民對國家集體放棄 這種放棄當然是六四開清堂 那個傷痕太深了 所以使得大家不敢再去做這樣的事情了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第二個很大的就是說 經濟智商論 大家沒有很多現在年輕的中國學生 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完全不是今天中國這個樣子 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個全方位的 所以八十年代的話語 整個社會的論述媒體上的話語 其實更多的圍繞的是政治開革 文化 教育 思想 它是個綜合性 但這些改革導致人民決心 形成八九一 然後被六四鎮壓 它的後果就是 從此誰不敢不敢談經濟以外的東西了 政府當然就更不談 一九八九年六月八號 鄧小平 神隱了那麼多天以後 第一次露面 接見戒嚴部隊 軍隊已成看 說幸虧有你們啊 先講的這些話 幸虧有你們就指的是 幸虧有軍隊 你就知道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什麼呢 鄧小平自己講的很清楚 他說這一次我們沒有 什麼被推翻等等 就是幸虧有你軍隊在 所以坦誓講這個政權 後來已經就是建立了軍隊 槍桿的商務 但這事實上 他有總結 他說為什麼會出現六四五 這樣的事 為什麼會出現八九民運 他就說因為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 沒做好 他就總結出這麼一條來 意思是說我們過去講的太多 自由化的東西啊 開明的東西啊 我們以後不要講 所以九十年代以後 中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我就叫經濟制衡 一切都以經濟為最高的目標 其他一切都要讓位 甚至就不僵了 那麼我們知道中國模式就是這樣 這對中國是多麼深刻的影響 就是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要進行轉型啊 結果只能在經濟領域去做探討 改變 其他的領域都被嚴格的控制住 只能在非常有限的 他允許的範圍內去討論 這個國家就進入到一個 難聽點講 就是步子 就是他一條腿賣得太淺 另一條腿就跟不上 你這種就是步子走成這樣 不就扯淡嗎 就是 這就是一種扯淡式改革的 但這就是影響是非常大的 怎麼可以有一個國家整體改革的戰略 是這麼隔裂式的 但這恰好就是中國模式很大的一個特點 我們通常我就是承認扯淡式改革 就是完全政治的邪步驕 那麼第三個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八十年代的腐敗啊 反正講還是個人行政 現在的人完全不能想像 1984年我們有個部長 王林業部長還是什麼部長 到北京的洪福樓去吃了一頓飯 大概帶著四五個人 叫了一桌菜 旁邊有個中國青天報的記者 回去就寫了一篇報道說 部長攀人大吃大喝 第三天部長撤職了 那是八十年代中國的反腐敗 因為我們那個社會太純潔 接受不了任何 還吃飯 你不好好為人民服務 上班時間出來吃飯 這個我們今天的達魯同學 大概聽了 應該無比的心酸 我們今天都是幾百億幾千億的態度 那六四鎮壓我覺得一個很大的變化 它其實是為改革保駕護號 為腐敗保駕護號 你可以想像八九民運很大就是對腐敗的不滿 那麼對腐敗的不滿被武力鎮壓 什麼意思就是腐敗就是可以的嗎 這是不許出動 我一會兒還會講到 這是中國模式和他們的一部分 腐敗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是內在機制 如果沒有腐敗 中國經濟發展不了這麼快 政權也不會這麼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後來政府的一個新的機制調整 就是允許你官員可以這種腐敗 或者從制度上建立 也為的就是讓你們 就跟國民黨的當產是一個性質 讓你更能夠 還是凝聚在這個政權的周圍 或者更願意為這個政權去服務 因為你真的就可以拿到好處 所以經六四這一仗以後 腐敗就從個人變成了制度性的腐敗 今天中國就已經是制度性腐敗 它變成了一種制度 你要怎麼改 一會兒我們還會講到中共 現在的反腐敗問題 當然還有一個第四個影像我覺得 就是其實從中國從五十年代 逃去中間極為變態的文革十年以外 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那個社會它基本上在道德上 是有些底線的 它基本上還是個講理的社會 那後來當然就是 在講理的背後開始搞種種社會運動 把那些禮貌道德這個侵蝕掉 才有了文革 但是八十年代是試圖恢復的 就是它的道德倫理的底線是在的 可是我覺得發展到今天 不一定今天了 我覺得今天其實我一會兒講 我覺得情況有好一些 可是在六四以後 整個九十年代 到二零一零年以前 中國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 基本常識的缺失 這一些很基本的道理 比如說就是不能殺人等等 會變成說我們是可以有條件的 某種條件下就可以殺人 即使政府動用軍隊殺人這件事 對於很多的人 包括知識分子在內 都變成軍人變成可以的 就變成相對化 本來是應該有些是絕對的戒律 比如說不可以不經正常程序 讓總書記下台 這本來都是沒什麼可討論的 這都是我們 我們人類生活要這些規矩都沒有 社會不就亂了 可是在中國就變成任何的事情 只要有助於維護黨的領導 有助於維護統一 有助於維護和諧 都可以接受 這是要什麼 常識就全面崩潰 沒有底線 所以我們中國模式發展下來 就變成道德上的全面的淪丧 整體的社會的道德 我想這點其實大家也 基本上是認可的 那整個社會要重新搬回來 要花很長的時間 這些深刻的影響 全社會的全入化 放棄 這種經濟至上論的形成 常識的缺失 就是腐敗變成一種制度 都是六四開槍導致的 你反過來可以想想 如果六四不開槍 用了趙紫陽的方式 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 按照十三大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 總體方案 繼續穩步的推進民主化 而且吸納進學生運動 和社會的各種力量 中國是個什麼拘捕 中國就是個政治改革 跟經濟改革齊頭平靜 而且政府跟人民同心同德 就這麼一個拘捕 你可以想想 當時趙紫陽在學生中後期 對方是多高 如果由他再繼續執政 怎麼會跟人民有多大的衝突 而後來大家知道 李鵬跟學生 我們跟編的他的梗 不知道編了多少個 就是完全毫無形象可用 就政府跟人民就越走越遠 所以本來中國是有一次 大的轉型的可用 那是一次非常黃金的時期 就是人民站出來走上街頭 我跟你講全世界 每一個社會的轉型成功 都是固定的事 就是人民走上街頭 然後政府災難 然後去共同推進 其實台灣大概也是這樣 台灣經歷了十年 人民上街 最後政府開放了 躺進報進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結合開啟了 明鏡的革命 台灣到現在沒有大規模的流血 其實中國當初就是有 這麼一次機會 也是人民上街頭 如果按趙紫陽做的 就是接受 然後慢慢各方面放開 趙紫陽那個時候 趙紫陽執政末期 到了八九年 上半年已經宣布 廢除政法委 但是政法委 不可能廢除掉的 而且那個時候 全國人大開會 已經決定 開放人民群眾旁聽 各項改革都在做 如果就是讓 趙紫陽的路線延續下去 今天的中國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 我意思只是講 就說 六四鎮壓這件事 對中國 影響實在是太大 有六四鎮壓 沒六四鎮壓 中國就是完全兩張臉 不信我們就變成 今天這張臉 那這張臉是什麼樣的臉呢 我首先講 因為我們很多的台灣同學 其實大家現在 太陽花學運反映出來 就是我們對中國的警惕 中國因素逐漸過了 我覺得這種警惕力 坦率講 某種程度 各位自己也要犯思 就是你們是不是也有 不太了解中國的部分在 才使得你們那麼警惕 其實也要做一些犯思了 你們應該知道 我是站在太陽花學運立場 可是學運不應該自我神話 所有的訴求應該要自我反思 你們對中國的警惕 應該有 可是你們是不是莫名的警惕 還是有認知的警惕 那差很多 所以我才過去寫回文章 就是你可以反抗 你的反抗建立的知識的基礎 那麼那些警惕中國因素的人 你們到底真的很了解中國嗎 如果你們沒有很真的了解 而站出來說 我就是警惕中國 其實時間戰線拉長的話 你們的合理性就會喪失了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太陽花開之後 如果要補齊這個東西 怎麼認識中國 你要正確地認知中國 你才能抵抗中國因素 對你們來說的影響 而且我覺得你們 如果真的認知全面的中國的話 也許你們不至於 嚇成這個樣子 因為你們看到的 其實只是共產黨 我覺得大部分台灣同學 沒有看到中國人 我們太多的台灣同學 把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混在一起了 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個非常可怕的 那個妖怪 但是中國人並不是 所以你要把它混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完全就是給自己 無謂的樹立敵人 這是我講第一個 就是怎麼認識中國 就是希望大家去區分 中國中共和中國人 這三個概念 它明明就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我們任何的理論論述 大家在台大受教育 第一個社會科學 你們應該釐清概念 是所有論文的基礎吧 你們要釐清中國是什麼 中共是什麼 中共是什麼 中國人是什麼 把這個分開 我們都知道很多中國人 並不認同中共很多錯法 我在這已經辦了五期 中國沙龍了 每個學期兩場辦了五期 意思是說辦了十場中國沙龍 接觸的陸生非常非常的多 大部分陸生是不認同今天中共相發的 那你如果你們把他們 就跟中共混了一攤的話 你覺得那叫做正確認識中國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把三個概念分開 這是第一 第二點怎麼認識 看中國 還要分開 中國模式發展下來 會使得中國出現一個很吊詭的歷史軌跡 這才叫中國 中國是有特殊國情論 真的是人類歷史很難找到今天 中國發展的這種形態 它這是集合了各種各樣的因素 明在某種程度 它就是特殊國情 這個特殊國情之一 就是國家跟社會是分開的 你不能把國家社會放在一起考慮 我們看中國一定要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國家的層次 一個層次是社會的層次 在國家這個層次 你看到的就是國家主義 發展主義 那一張共產黨作為代表的臉 可是在社會這個層次 我們看到的是公民社會的臉 是跟你們長的一樣的臉 就是中國也是有公民社會 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太陽花學運 可是反PX項目背後代表的那種群體事件 其實跟20年前台灣的社會運動抗爭 是一樣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只看國家這個層面 你看到的是跟你不一樣的一張臉 那你當然覺得他就是妖怪 可是你要看社會層面 你會覺得面目依稀相似 你沒應該跟他們做朋友 不能一概去反對 這是我講就是 這是中國模式導致的 就是我們沒有人民同心同德的支持那個政府 那個政府做的很多事很多老百姓是不認同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也沒有那個實力去改變這個東西 他也是無辜的 這種情況下你就是一竿子傳 一竿子打翻一傳人的話 我覺得不是 如果不致正確的認知 建立起來的反中國論述 我覺得早晚是會出問題的 這個也是為了太陽花學運好 那麼來看這樣中國模式的發展 我還要看到什麼 就怎麼看中國的今天的經濟增長 這是中國現在唯一的最大的亮點 我們再過十年我們會有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我們的武力 我們現在軍力確實發展有點強 現在的習近平作為紅二代或者三代 他的那個強橫 你可以想像的話 以後會慢慢展現出武力這個東西來 那個將會成為中國很著名的 全世界嘖嘖稱奇的一個特點 但目前為止還沒有 所以今天的中國模式 給大家的一個呈現 就是龐大的經濟增長力量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中國已經 進入到一個市場經濟發展的階段了 經濟發展的不錯 我覺得要怎麼看這個問題 經濟發展的不錯 應該說主要是數字上 經濟增長 當然還有就是人民生活水平 確實是有提高 我想包括成為全世界的製造工廠等等 我無意否定共產黨的一切 我覺得共產黨的經濟增長 我覺得它動機是不純的 但是它客觀達大的效果 是對人民有利的 這個是必須承認 但是它動機是不純的 這是我跟其他的 跟更年輕的同學分歧的地方 但是共同認識 我覺得它是 經濟成長 確實對人民是有利 可是這個是不是代表 中國就進入到 那樣的一種模式 就中國模式 會不會進入到 大家習以為常和期待的模式 就是隨著經濟增長 出現中產階級 民主素質提高 人民需求增加 然後國家逐漸就民主化 那這個才是要去考慮的 就是中國模式 是不是正常的 我強調不是 不是正常的那種發展出來的 發展主義的那些東西 為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不是 完全的市場清晰 我們必須認識到 中國模式下發展起來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 它有個重要的基礎 叫做一黨專制 一黨專制 它是一黨專制 基礎上的經濟增長 你怎麼可以 拋掉這個來 緊緊講經濟增長 我們想想看 如果沒有一黨專政 會有這樣的經濟增長嗎 這就是我們北京 清華大學的老師 秦輝老師講的 就是第一人權高增長 中國模式六個字 第一人權高增長 這是相輔相承淡 它的高增長 是建立在 第一人權基礎上 簡單像比如勞動力 我們現在慢慢開始 抬高勞工的工資水平 可是這中國經濟增長 三十年了 過去的三十多年 經濟增長中 我們的勞動力的成本 是用國家力量把它 壓得很低很低 郭台銘才願去投資的 對不對 那他們可以組織工會嗎 不可以 他們的工資誰決定 不知道他們自己 通過罷工可以爭取 就是國家決定 包括東莞的那種女工 被剝削掉 什麼程度 然後國家用國家的力量 強行拆遷掉多少地方 你們現在一個大鋪 就鬧成這樣 這咱們中國看的 哈哈笑 其實我們 什麼一個大鋪 一個北京都給你拆掉 所以我們講拆呢 對不對 我們就是拆啊 拆一套都給你拆掉 我們沒有 花出太多成本 經濟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為我們國家力量做支撐 這是多大的 白鋪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現在沒有這套 經濟可以趕這麼快嗎 如果我們每拆一塊地 我們都要像大鋪這樣 付出代價 中國經濟怎麼可能今天這麼快 所以這是必須要認識的 今天的增長背後是有政治的 所以大家講中國的經濟 是不可以繞開政治因素的 繞開政治因素 單單講經濟增長 就是對中國的不了解 我們是政治經濟學 在西方國家 政治跟經濟真的就是分開 它市場就是市場 政府最多價格這些 去管控匯率啊利率等等 在中國不是 中國政府介入的我們都知道 太深了 政府自己都成了市場中的賣方 政府自己賣土地 是吧 整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 自己的每天吃喝拉三睡的錢 是賣土地 政府是商品經濟者 經營者 這怎麼能叫真正的市場經濟啊 你見過一個市場經濟 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中國模式發展下來 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市場經濟 它只是一些表面的一些符號性的 制度一些東西變了 可是最後背後 還是有一個政治的手在 那個東西 當然現在李克強出來 你也知道 他也在講說 要慢慢的 減少政府的這些指令性計劃等等 坦率講八年代就講這些話 趙紫陽是最講究 放權讓利 松保 這是趙紫陽路線 所以李克強這一套 可能現在的同學覺得 哇眼睛一亮 我都覺得AU 我都AU一下 你完全回到八十年代照的路線嘛 就是放權讓利啊 這有什麼新鮮的改革路線在 這都是小孩子才結的新鮮 才覺得好玩的事情 這從八十年代都過了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 終於是走了另一條路 就是國家主義 把放權讓利抓回來 變成強化國家政權 那麼現在李克強要去改 重新回到八十年代 如此而已 那我們看到今天中國的這種經濟 壟斷性是非常強的 所謂的中國模式 壟斷性很強 我們現在的國有經濟 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 我們的石油 鐵路 金融 能源 我們土東的國有企業 不見過這種市場經濟嗎 完全是國有化 不會讓私有企業 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權的 這徹頭徹尾不是市場經濟 我們的政府擁有支配土地 包括支配銀行的金融資產的權利 這叫市場經濟 我們完全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體系 這能叫市場經濟嗎 哪個市場經濟 不是依靠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 調解經濟糾紛 我們完全沒有 市場經濟 基本的東西 我們其實都沒有 好 這種情況它就靠著國家的支撑 強力其實是暴力 國家暴力的支撑 就是把經濟速度硬提升 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我有時候中國上中 我們有同學在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 各位同學都知道 就是中國的問題 跟中國的 中國的麻煩 跟中國的好處是連在一起的 中國的光明 跟中國的黑暗連在一起的 他就用一句話可以心 就是我們這個國家這些年 發展得很快 但是太快 這就是中國模式 你知道太快了的含義就是非常深 它發展得很快 這是不錯的 可是問題它就發展得太快了 我覺得中國模式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些基本的制度 都沒有建立起來 就是強行用國家的力量 把整個的GDP增長拉上去 你知道中間就會有多少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了 都在北京 我們現在它一年只有幾天 能夠那個打標 就空氣不污染的程度 三百多天是不打標的 就埋到那個程度 現在上海什麼也都 物所上海 我們的環境完全被破壞得一塌糊塗 資源基本上 後來我們搭情油田 很多異地油都沒有了 那我更不要講 這個社會該有的其他的一些建設 完全就被經濟發展給蓋住 這樣子 強行拉提經濟增長 你拉得那麼快的話 給社會造成了負面的作用 誰要負責 政府要負責嗎 他們很多官員開始 把錢 把小三什麼都往海外送 你就知道他不打算負責 他沒有打算跟你共存 他也知道這個問題所在 所以我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中國就是個很複雜的 一方面我們看到經濟增長 還在增長 百分之七也是很好的增長 外資還在湧入 消費非常繁榮 我們最近還有新聞說 有個什麼當官的 吃一頓幾百萬的一桌菜 咱不知道吃什麼 350萬台幣把一桌菜 對不對 吃什麼呢 不行 中國已經荒誕到這個程度 你真想不出來他能吃什麼 吃到350萬台幣 我好好吃 誰要請我吃這麼一頓吧 謝謝你啊 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 消費真的很繁榮 中國有錢人越來越多 到全世界去買東西 支撐著世界的消費繁榮 外資湧入啊 經濟增長 可是另一方面 政府自己也承認 所有資產流失 內需動力斷渍 城鄉差距擴大 貧富分化嚴重 生態環境惡化 這都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這就是中國 中國就是這樣 光明與黑暗兔子 一方面我們確實有看到 繁榮這一面 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 也有這一面 所以你要講中國 如果只講說中國經濟增長 就是台灣一些 無良媒體幹的那種事 和無良的 陳什麼倩的媒體人幹的事 就是只講到中國經濟增長 這一面 完全不講這一面 這就是在誤導台灣民眾 因為那不是真正的中國 中國就是都交織在一起 而交織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它的政治社會 教育文化 沒有跟經濟 一起同步發展 所以它導致整個中國的 中國模式的增長 我認為是一種 非均衡的增長 這種非均衡 只有一個體系 如果不均衡 就會怎麼樣 就會不穩定 它就會導致中國 出現一個特別掉跪的現象 就中國經濟增長 全界最高的 通常我們覺得 然後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提升的非常快的 人民都普遍的有錢了 可是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你要去誰給我拿社會科學的知識 去解釋這個現象 怎麼會這樣 經濟發展的這麼好 國家力量那麼強大 壓制性那麼強 對不對 你稍微網絡上說的話 就給你打起來 國家是完全廣告社會 經濟增長非常快 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沒有人敢放抗 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人民普遍不滿 奇怪吧 這違反我們基本的認知 中國打破很多人類常識的認知 那麼這麼大 我們會給世界製造很多經濟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中國模式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有四個原因 就是經濟增長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經濟增長要有四個前提在 它才變成正能量 它才會使得社會正常鑽線 那麼第一個我簡單講 就是你經濟增長的成果 有沒有人民分享到嗎 有沒有人民成比例的分享到 如果你的分享到 人民分享到 一杯羹 你們家分享到 一桌就吃350萬 那這個不叫成比例的分享 人民是會不滿的 對不對 你們就是一攤攤幾千億 然後我們工資一個月 漲了70塊 我們是漲了 那我們還是會不滿呢 第二個 你經濟增長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的分配 成果的分配是公正的嗎 你的那套機制是公正的嗎 有沒有透明 包括你 你說你一個工廠的私有化 你把它股份化 那個股份化的過程 是公正的嗎 人民 你那常立的員工 可以參與資產再分配嗎 如果不可以的話 你就是分給他一部分錢 他也不滿呢 像中國現在到處的 城市的住宅拆遷 也是這樣 你給他多少錢 只是你給他 你說給他多少 就給他多少 他沒有什麼權利 去訴願 去要求改變 或者權利很少 那真正國家力量壓下來了 你就沒有可討論的 就是分配不公正 另外第三個 你經濟增長不是重點 你重點是付出了多大代價 你的代價要是大過經濟增長的成果 人民也是不滿的 不錯 人民現在腰包裡錢都多了 上街要戴房東面具了 那你說他會滿意嗎 他的小孩上學 現在被北京市通知中小學在霧霾最嚴重的幾天 中小學不要離開房間 不要進行戶外活動 到了這個 整個北京是毒氣瀰漫的城市 你說他多那個幾千塊錢有什麼用 他當然是不滿意啊 第四個 你經濟增長再快的話 人民有沒有參與進去 人民如果沒有參與 改革就是你家的事 人民也不會滿意啊 所以我覺得 中國經濟增長確實很快 但是社會就是同步的 越來越不穩定 背後就是這個問題 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問題 這樣的中國模式 一方面拉抬經濟增長 但是完全忽略了 讓人民分享成果 用公正的機制去分配 不要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不要剝奪人民的自由 也要讓人民參與到 這四點都沒有做到 所以中國模式發展到這 那我對中國模式的介紹 就到這裡了 我們最後要講的一個問題 怎麼看中共 中國共產黨 其實我過去寫過文章了 你說的沒有看到那篇文章 我們看啊 就我們很多人也寄希望 其實中共現在還是主導中國政治變化 所以中共怎麼樣子 它影響到我們的中國 未來 我剛才第一個問題 六四講的中國的過去 第二個六四 中國模式講的是現在 第三個我們講未來 未來就看中共了 這首目前啊 那中共就是掌握主導權 那麼這個黨是個什麼樣的黨 我簡單的以四個字評價它 就是 福爾不敗 福爾不敗 大家把腐敗兩個字 中間加個爾不 福爾不敗 先來講 福 福當然有很多意思啊 但一定不是福女的福 他要是福女我就開心了 再進行到這一步 福的第一個意思當然就是腐敗了 我們都知道這是共產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腐敗 我們現在共產黨自己也知道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上來 現在什麼都不幹 第一件事就是大力反腐敗 說明共產黨跟我們一樣都知道 這個國家的最大的中國病 我們過去有本書叫英國病 中國病就是腐敗 腐敗鋪天蓋地 變成制度 所以習近平來要反腐敗 習近平反腐敗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真的呀 為什麼 你可以想像 習近平現在反的是什麼 不許你大吃大喝 對不對 不許你一個徐才厚 你怎麼可以去批出那麼多的土地 你一個軍委副主席 你一個周永康 你怎麼可以你家族用到幾千億等等 這種東西是什麼 這叫腐敗行為 對不對 其實習近平反的是腐敗行為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去腐敗 背後是因為有個制度支持他 你為什麼要正發為 你為什麼權力可以集中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他批那些地的時候沒有受到審批 你這些如果不改 那怎麼叫反腐敗 你同期 你跟封建皇朝有什麼區別 我們過去有個東西叫做御史 御史代夫就代表皇帝各地巡視 我們現在有個新的機制 叫中央巡視組 到各個地去抓這些 誰吃多了 是吧 就減肥堵的就是 減肥足 防止官員變胖嘛 就是誰不去多吃 不去多佔房子等等 這跟古代皇帝 其實一點沒有缺 這種反腐敗 能成中國每一個皇朝會崩潰 因為你反正只是腐敗行為 你沒有從限制政府權利 制衡政府權利 你連個新聞自由都不允許 許正勇舉個牌子說 官員要公佈財產抓起來判三年 你這叫反腐敗呢 對不對 你都不允許體制外的監督 在我看來這就絕對不 你至少任何一個人 你出於情感 你說這就叫反腐敗 那我看你沒辦法 你要說出於學術上 稍微講一點理性和知識 你要敢講這叫反腐敗 我覺得你這是無知的人 對不對 因為這就叫腐敗 行為這不叫腐敗制度 真正的反腐敗 就是從制度入手 允許體制外的監督 允許對權力制衡 壓縮政府的權利 那叫反腐敗 習近平有做嗎 沒有 所以中共沒有 所以他的腐敗就是還在 那另外一個就是腐敗的 對政府 其實是保命的東西 我剛才就講了 中國模式和中共能夠活下去 其實我覺得他不可能認真反腐敗 他現在已經這樣做 據我們知道的情況 已經導致政府系統內很多人 軍心煥散了 好多人 我其實我有個同學在衝擊的 他都覺得算了 我就出來到公司工作好了 你知道對各級地方各人 你現在連讓他吃吃喝喝的 他本來對你就沒什麼感情 但是他當你的官就是吃吃喝喝 那吃吃喝喝也不讓了 他給你幹什麼 其實都已經有點軍心煥敗了 所以你就知道 我覺得他的反腐敗不可能在 繼續適用下去一定遇到很大的利益集團的抵制 那更何況你要再觸及到制度層面 所以對於共產黨來說 他已經不是腐敗的問題 是整個共產黨的權力結構的問題 整個國家政治制度 政治結構的問題 以及你整個的中國模式增長 對腐敗的那種制度需求的問題 你如果你的經濟增長 是靠著允許官員這麼賣土地 來拉動地方的產值增長 那腐敗就不可能去掉 那所以腐敗已經變成中共 也變成中共 籠落和吸納社會精英的一個主要資源了 我們現在那麼多人願意入黨 大家都知道是為什麼 這是腐敗 所以我覺得不可能 如果不從政治制度去改革 中共是反不了腐敗 那就是大問題 中共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第二層的腐敗就是 我覺得其實它已經是個腐朽的腐敗 腐朽 它就像一棵大樹 這棵大樹90多年了 你知道一棵樹長到90多年 枝繁葉茂 對吧 但是可是你要知道 維持這麼一棵樹要花多少錢 我們有成大的 中文恆 你不是成大的 你知道那個榕樹 一年花多少錢 那棵大榕樹 你們一年花多少錢 那個國泰給你們多少 大概一百萬以上 成大那棵大榕樹 一年給它花一百萬為戶台 可是你 大家就見到那棵大榕樹 多麼美麗 多麼壯觀 多麼雄偉 這就是共產黨 看上去枝繁葉茂 氣與炫鬧 但是其實花了多少錢 在維持它 維穩成本是非常高的 這就是共產黨 它已經服休了 但是它花極高極高的成本 在維持它 所以我們現在的維穩經費 超過國防費用 我們會花更多的錢去維持它 這是中國共產黨 很大的一個特定 我們要認識的 所以你不要只看到 它表面那麼枝繁葉茂 氣勢雄偉 可是你要知道 它是花了多少錢 在維持住 是因為它其實 離頭已經服休了 它這麼大一個黨 它其實沒有太願意 從根本上去更新 自己的體系 這是我要講 可是 第二點為什麼說它不敗呢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 剛才它存在的種種問題 就是腐敗啊 腐朽 可是你要是覺得 它這樣它就會倒 我覺得也不會 這就是我講 為什麼福爾不敗 說這樣的一個黨 又腐敗又腐朽 居然還不倒 你看我們中國 就是能讓大家很驚慘 我們就是還繼續的 既腐敗又腐朽 氣死你我們就還在 氣死全世界 包括把我都快氣死了 它就是還是好好的活著 就叫福爾腐敗 福爾不敗 為什麼 就是一個大的體系 它的自我生存能力 其實還是非常強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 比如很多人經濟上去分析它 就說中國的經濟內需 提不上來 中國經濟增長就會下降 因為內需 一直是我們頭疼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沒辦法有效提升 國內經濟內需嘛 我們靠的很多是國外的消費 所以我們生產的東西 都到國外去賣 我們國內的大部分老百姓 消費力沒有那麼高 所以現在政府很想 把內需抓起來 可是就是抓 其實抓了很多年 我還是要講80年代就講這一套 一點沒什麼心情 80年代天天講提著內需 想了各種方法 包括到農村啊 同等 那一個經濟 如果不靠內需 怎麼還可以撐這麼久 你們就不懂我們中國的經濟 我們還有個龐大的內需 叫腐敗呢 你不知道那個內需是多麼強大嗎 我們腐敗的那個資本 是多麼的高 腐敗成本 我們大概兩千萬政府官員 比普通的老百姓 可奢華多了 過的日子 他們要吃要喝 要汽車要玩 要養小老婆 所有那些錢 都是納稅人的錢啊 但是不管是誰的錢 他就要花出去 那中國經濟就夠了嘛 對不對 這麼龐大一個集團 這麼死盡花錢 他的經濟不容易崩潰掉 他自己靠自己的腐敗的內需 就夠了 不用老百姓花太多 但是現在拼命講 他還是希望內需越好 經濟越好 但是他為什麼現在沒有垮 就是因為 這個你想不到吧 還有一個國家是這樣經濟增長 你可以想得到嗎 對不對 你想想我們的三公消費是多高 公款啊 公車啊 公款旅遊啊等等 那麼三公是多麼高 回去看幾百億 那個消費率是多麼高啊 所以我這舉個例子就說 他為什麼福而不敗 那我知道這樣的一棵大樹 既腐敗又腐朽 要倒 還有一些關鍵的因素 我們不具備 目前不具備 比如說 你真的要有一個 獨立中產階級的強大 和覺醒 哎呦 這一句話我們就差了三個 就獨立的中產階級的強大和覺醒 我們第一個呢 中產階級不獨立 我們很多有錢人 是跟政府勾勾搭搭 才賺錢的 沒有跟權力獨立 第二個沒強大的 我們的民營企業 大家都知道 很慘 小媳婦一樣 貸款非常困難 我們民營集行 民營的銀行 全國沒有起家 所以那些貸款 被政策性貸款擠壓很大 更何況 我們完全沒有決心 還是希望有個穩定的環境 發展經濟等等 那怕政府報復 所以一個獨立的中產階級 強大起來一些決心 這是一個轉型最基本的東西 我們沒有 第二個 少數人的勇敢出狀 我們也沒有 任何一個社會 舊體制的衝破 你不可能說 突然 就十三億人 突然去站在中南海 從來變成這種事 從來都是少數人衝撞 然後大家 或者如果社會形勢到了 大家跟著上 整個制度就改變了 像衝立法院 這次也是啊 陳維廷他們衝進去的時候 也不過就幾十人內 當然迅速的 就幾千人 後來變幾萬人 所以少數人的勇敢衝撞 很重要 但是在中國 少數人勇敢衝撞 都第一時間就被打壓了 劉曉波啊 徐志勇這些 所以這個因素我們是缺 因為政府的鎮壓力度太大 使得少數衝撞的因素 很難形成 那麼第三個就是 統治階層內部要分裂呀 對不對 如果他們不分裂 暴成一團 你也是很難撬動它 那手裡掌握很大的資源 這次如果不是 馬王鬥 對不對 我們同學處境 就會非常的慘 幸虧有個馬王鬥 就馬為自己自絕坟墓 你當初惹王金平干嘛 所以你要知道 任何一個 國家跟社會的對抗 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 這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至少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通常當然要先有街頭運動 才會迫使他們內部分裂了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 因為沒有少數衝撞 所以也看不到 它內部的一種分裂 第四個 你要有國際社會的壓力 那 這點我們當然更看不到 我們現在誰敢壓中國 對不對 個子這麼大這麼胖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民主轉型 美國的壓力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多個 包括蘇聯 東歐的轉型 不說蘇聯好 東歐轉型 國際社會 包括教宗的影響都很大 那麼中國這個條件完全缺乏 內外因素都缺乏 中戰階級的強大 少數人的衝撞 統治者的分裂 和國際社會的壓力都不具備 所以變成福而不敗 那中國最後的希望在哪裡的話 我覺得 當然就是在公民社會的成長 我對中國還是充滿了希望的 雖然這個樣子 可是 我覺得鳥說中國就永遠不會變 我覺得你只看到了中共的 不敗的一面 沒有看到它福的一面 你才會這麼說 鳥說中國馬上就會變 我覺得你就是看到了福的一面 沒有看到不敗的一面 所以綜合起來 中共既然是福而不敗的話 它就恐怕要需要一段時間 讓它的那些因素去逐漸的積累和發酵 這個發酵的過程 就是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過程 那麼公民社會基本的內容 就是要有公共組織 加公共平台 再加公共參與 組成公民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 更多的NGO公共組織出來 我們需要的是言論上更大膽的討論 公共的平台 需要的是公共參與 就是年輕人也好 各階層要願意站出來 恢復80年代的精神 去做有限的參與 在現有的憲法法律內去參與 只有這三個東西加在一起 構成一個公民社會的話 中國模式 才會逐漸的 從原來一個扭曲的中國模式 走向一個正常的中國模式 所以中國其實也面臨一個 國家正常化的一個過程 好 我就講了一些 謝謝大家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一直有一種 有關於手的意象 是這個樣子 他說80年代的中國 基本上是手牽手 人民非常非常多的小手 共同撐起一個政府 然後做了改革 六四事件呢 基本上是政府的手 突然間壓下來拍下去 然後一堆小手 全部縮了回去 然後之後就用一隻政治的手 撐起一個市場 西方的世界以為 那是亞當斯密的經濟的手 看不見的手 但這是錯誤的 那因為呢 這個基本上是 中共靠政治的手 撐起來的 所以整個經濟的成長 基本上是政治的因素 那非常特別的是 這一隻撐起經濟成長的手 賺了錢之後 都放進自己的口袋 所以底下很多人民的小手 都分不到錢 所以不公平 而且人民再也不能插手 因為這是程序不正義 然後想管事的話 你一定會被打手心 然後最後呢 只好所有接下來的希望就是 財團如何跟政黨分手 那他們兩個是勾結在一起的 非常的困難 所以只好由公民社會崛起 所有的人民 又必須都要伸出自己的手 手牽手對抗 中共這隻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整個六四之後 然後怎麼樣影響到 現在的中國模式 這個模式 那有很多跟台灣做類比的地方 然後剛剛也提到六四 跟太陽花這樣的類比 那我們也非常神奇的理解到了 因為中共的經濟至上 是因為六四的關係 但台灣比較特別 台灣沒有發生六四 也是經濟至上 所以這應該中間有非常大的 非常奇妙的地方 然後剛剛王楠老師說 六四之後 原本的道德感 對事情的理解有一個基本的限度 是非對說知道的 但是六四之後 結果這個腐敗產生了 然後可能很多人認為就是說 只要有錢就好 那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在台灣也非常神奇的 我們也沒有六四 但是呢我們也是一樣的 就是相對主義也還是很興盛 那就是也很多人也不太相信 有什麼樣子的真理啦正義啦 然後到最後 真正相信絕對價值的 就是所謂的保守分子 就是和諧啦 穩定啦 學生要有禮貌啦 等等這些東西 變成是台灣的絕對價值 那結果這個倒是跟中國 有非常非常神奇的 可以做對比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 讓大家就是有問題的話 來提出討論 我們第一輪先開放四個題目 好嗎 好好好 好 好那就一個對一個吧 那有誰 OK 那在那邊這位同學 那等一下幫忙就是傳一下麥克風 麥克風 我覺得王丹老師今天的演講 非常精彩 然後他講的很多內容 在我們大陸人看來 也是非常正確的 也都是現實 然後很多歷史 我們也從一些 一些資料上面都看到過 包括我之前大陸的時候 從那個一個外國人拍的一個紀錄片 一個三個小時的一個六次的一個紀錄片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特別震撼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在看 我就覺得只是一個歷史事件而已 然後我們都選擇說去瞭解它 但是沒有 就是我完全想不到說 到台灣來了之後 就有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沒想到 過去二十多年 大家都還在談 而且是 就是不斷的 就是我過來遇到台灣人 跟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就是 大概就是說 你知道1989的事件嗎 如果我知道吧 然後 然後我今天感覺好像 王丹老師好像大概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講六次吧 然後大概半個多小時 然後再講中國的現在 然後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的樣子 再講中國的未來 然後其實我之前 就是聽到 大概二十分鐘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說我好想聽到 王丹老師講那個 中國現在到底應該怎麼做 因為現在我們也是很迷惘 然後也都在思考 因為我們對中國現在各種現象 就是包括 剛剛老師講的說 遊行 可能我們學生 根本遊行不起來 可能萌芽都還沒開始 都已經 他們已經有警察在遊行了 那腐敗 不是警察在遊行 是警察在巡邏 就是 就是剛剛王老師 提到那個PX那個事件 在成都就完全沒有遊行起來 那個 然後我對王丹老師的問題就是 大概有兩個小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時好像 我聽說好像是說 為什麼會採用那麼激進的方式 清理學生出場 就是因為好像 但是有一個外國的一個人 要到中國 要到天安門來去 好像是尋放還是什麼 所以才會 就是造成那樣的一個 壞的一個結果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剛剛王老師講那個 中國要怎麼做那個 講得有點籠統 有點簡單 然後還是想請王老師 就是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中國到底應該怎麼做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因為確實很迷惘 好 其實我根本沒有指導太陽花 我跟陳偉廷 因為反正 純實個人關係比較好 我比較指導他們的穿著打扮 所以 可是中國的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是我的事情 對不對 那個我不令做指導 就是年紀到我這個程度 也有資格知道 指導 那我先回答你具體問題 你說的那是蘇聯的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 他要來中國訪問 因為中蘇 30年分裂 1989年正式和好 所以戈爾巴喬夫 但是他是5月13號到北京的 5月13號我們佔了廣場 可是驅除學生是6月3號 戈爾巴喬夫早回去睡了兩個星期了 完全不是為了給戈爾巴喬夫 沒有疼地方 才去強力驅逐的 他是5月13號到 大概5月17號就走了 大概就 但是6月3號是強行的 所以這兩個事其實沒有更大的關聯 有關聯是因為我們就是因為他來 我們才暫停光暢 因為那時候記者非常多 我們要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那你說中國怎麼辦 首先來講 當然不可能我一個人想的辦法 可以改變中國 我只能說因為我現在做老師 我接觸的比較多的是年輕人 90後 我對90後是充滿希望 我昨天跟兩個大陸來的NGO的負責人 討論聊到這個 就他們其實對90後都挺失望 反倒是我挺有希望 大概因為他們其實現在沒有交出 他就在社會上做NGO 反倒我直接接觸陸生嗎 我覺得我從90後身上得到很大的鼓舞 我前兩年都有點快灰心喪氣了 可是因為90後我現在都變得鬥志昂揚的 我覺得還是有 所以我覺得中國希望就在90後 因為你們手裡有一個很大的武器 叫做網絡 怎麼樣把90後的政治能量 調動起來 經由網絡變成社會變革的能量 這個又很籠統 還不夠具體是吧 再具體來講就兩點 第一個我覺得覺醒很重要 其實對中國來說 那個困難還不完全在共產黨的壓制那個部分 困難在大多數人不願意去覺醒 或者沒有覺醒嗎 就是人民並不是沒有力量 最可怕的是人民不知道自己有力量 包括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去改變這個國家 那我們80年代我們受的教育是我們可以 可是90年代以後不進行這個教育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就是要覺醒 坦率地講啊 我跟你講所有的學生運動 所有的學潮 都是從一件事開始的 讀書會 夠具體了吧 中國沙龍 民主沙 都是從這 不信你看黑島青最早 那我太知道了 陳維廷小大一 我就是他老師 他最早他們就做讀書小組 叫做激進筆記 我們有清大同學應該知道 激筆是清大很有歷史的意義社團 陳維廷大一在念資本論 所以你要讀書組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學潮都是從讀書會開始的 因為讀書會 既增長自己的知識 又凝聚立批同道 然後你再持續下來 就是學生隊伍幹部 所以我覺得具體指導 第一個我覺得 嗯 年輕人要想辦法 就組織各種各樣的讀書會 而且要去討論現實問題 通過閱讀一些經典的著作 但是去關注今天中國現實問題 一個禮拜開一次 晚上七點到九點 夠具體了吧 第二點 我覺得沒有一個社會的變化 不是從社會運動開始 其實今天中國的學界 中國知識分子 今天在北京的那批學界 最熱門的討論就是改良還是革命 現在很多人 越來越倒向革命了 但我覺得 可是革命一百多年來 這個詞已經被扭曲得很嚴重 所以提到革命 其實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覺得我們中國要現代化 我們要慢慢扭轉 就是我們現在要主張一個東西 叫做社會運動 如果革命可能又有暴力啊 或衝突 很多人會聯想到呢 可是所有社會變化 都是從社會運動開始的 更說的直接一點 沒有人民上街 政府是不會主動改革的 這是最基本的常識 沒有人民 你說哪個政府 突然坐在家裡 揮刀自攻 精神病發作了嗎 那不是 他一定是有人逼著說 你不自攻 我就收到你房子 他就自攻了 你從來都是人民上街 政府在改革 所以中國一定要人民上街 但人民上街 並不代表一定是衝撞啊 推翻政府 反PS項目就是人民上街啊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 從外圍一開始 就環保消費等等的 有意識的 慢慢的把社會運動 變成一種社會該有的機制 當然政府也會壓了 可是這個 就本身在這個較量的過程中 公民力量也會成長 你第一次上街不懂 第二次你就會了 所以我們台語花參加了好多 都是第一次從來沒抬過 第二次被抬的就很愉快 就是知道要全身放鬆啊 第一次都不知道 蹦得緊緊的受傷了嗎 中國也是一樣的 我沒有主張說就是 上街推翻政府這些啊 可是應該上街去爭取一些 基本的消費者權益 表達訴求 軟性的 歡樂的 惡搞的 但是要想辦法 中國應該出現社會運動 那這種外圍社會議題的社會 會慢慢為這個社會 壮大公民社會力量 培養公民社會人才 它自然其實從台灣的經驗看 會導向政治議題 因為最後我們知道 所有的問題背後是政治的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給的具體的指導啊 也不一定就是全國性的上街 你在你的小的地區 跟對單一議題 你就是直接 而且你們來到台灣 更應該學會一個東西 叫做路過 對吧 就是 所以第一要覺醒 組織讀書組 啟發大家的思考 第二我覺得還是要有行動了 就是通過一些溫和的 理性的 非政治的議題 培養人民社會運動的能力 積蓄人民社會運動的能量 我能給你建議就這樣 我可以回應一下嗎 你回應大家就沒有提問的機會 那我私下再跟我拿來 私下 好 Email我 或者加我臉書 我們再討論 第一位 然後在這邊 幫我傳一下 幫我傳一下 我現在要講話 你聽得到嗎 還是麥克風好不好 好 我有點堅定 可以看一下 欸 好 那書上了 好 王娜老師您好 我挑戰您的一個說法 您說中國模式 然後說了中國模式長什麼樣 然後您覺得它怎麼能夠正常化 可是 我想挑戰的是 真的應該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嗎 也就是說 您剛才說 六四之後 竟然有一批知識分子跳出來說 其實他們都用軍隊也是合理的 然後就開始慢慢有更多的人 出現在中國大地上 長久以來一直出現的一個狀況 就是合理化 什麼事情出生出現了以後 發生了它存在了 然後就有一大堆人出來把它合理化 現在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中國的共產黨建立很奇怪的一點 是它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要發展成什麼樣 然後現在出現了這個樣子 它給它一個名字叫做中國 外國媒體給一個叫做中國模式 然後它給自己一個名字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是其實我在挑戰的是 為什麼一定要有中國模式 我覺得現在您說腐敗 是因為它能夠有那麼多的能力 那麼多的資產去腐敗 是因為它佔有著這樣一個 我所謂的大帝國聰 情大概到現在都是這樣 因為我是學歷史的 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 你現在來到 如果我們回復到當年 孫中山一手起來的時候 然後江西啊 雲南啊自己每個人都獨立了 回復到那個狀態下 會不會對於中國來說 將來容易走的路反而是 自己的省或者自己文化 生活習慣相繼的地方 去形成他們自己的一個區域 所 其實我覺得自治區有這樣的感覺了 然後 在有些的範圍內 我愛我的家鄉 我 我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好像 一定要前置在這個大帝國的框架下 容易取得我們的民主還有公民社會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 我現在的說法肯定是 違背了反國家分裂法的 但是 我覺得 它是除了王南老師說的 四個步驟以外 另外的一種思考模式 謝謝 我一件情況 哈哈 哪位主辦單位同學給我那邊睡一會 給我點熱水哪位主辦同學 主辦單位有嗎 幫我打一點熱水誰來用 好 我回答你問題哈 我助理呢 出去玩去了 你當然沒有挑戰到我呀 我 我只說的是現在 是這種中國模式 我沒有肯定它的合理 合法性和合理性嗎 我只是就事論是說 現在這樣被認為中國模式 所以我也提出很多批評 那我想你的問題應該主要就是那個 坦說一下我也是學歷史的啊 那麼我們都知道 中國歷史上 只要是統一的時候 都是思想文化最衰弱的時候 只要是分裂的時候 至少從事實上講 都是思想文化最活躍 最初思想成果的時候 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那這種事實背後一定是有些道理在的 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講 因為我不太想觸犯現行法律哈 那我當然覺得從政治學角度講 行政單位越小民主化成都越高了 那中國未來應該也是 如果民主化的話 會朝著那個方向發展 我還是強調 我認為我們現在討論中國模式指的是 中國現在這個階段的發展特點 是窘益於其他很多國家 包括西方既有的原有的 那種逐漸民主化 也有窘益於台灣這個發展路徑的 所以它叫做中國模式 至於未來怎麼做的話 那也不是我們要討論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討論 其實我可以跟你按通這個聲息 但是我們就不用公開的去討論到 獨立的問題 不太用不能用台語 我踏薄 我可以用來討論的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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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漢字跟我的語言 完成 用我的語言來討論的去討論 你們討論 習近平 這是不一樣的喔 就好像 反正你們講的印形 對我的語言講有自 有自 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所以我今天我站在一个台湾人的立场 我用我的语言思考来看六四跟中国模式 问题 刚刚王谦用的很文雅的说词 我可能要用比较粗鲁的讲话 我们就改大堂话好了 我讲的是 我站在一个台湾人看着中国 当然这个是跟 我在台湾所看到的台湾问题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为什么我要讲市民 我所看的古书里面所写的 古有市民 那市民 市民 农民 公民 商民 所谓的现在的市农工商 中国的模式现在最大的问题 跟台湾最大问题就出在市民 这一些知识分子被沦落为君王世代的民 以现在的说词就是自认为被统治者 这些被统治者 自称为被归属为民的人 在西方人在追求的主权论里面 在这个文字游戏里面就陷入了吊诡 当每一个人在西方人建构的人权的概念 在追求对自己土地 对自己的生活价值的追求下的主张 在汉字里面用了这个民来论述的时候 是非常吊诡的 一个自甘为被统治者 还要来追求有君王的主权 谁有说话权 您绝对没有说话权 我要说的是 王先生不知道能不能认识 现在中国的模式的问题内 我所看到的是 军产业 军地主 军经济 在毛泽东 当时为了反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到了他走向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他掌握了权 他所依靠的枪杆子 在军囤经济下 我在台湾所看到的 中国军经济 这一个从党军的这样子的权 钱的结合 让现在所有的读书人 患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烂 烂过了烂 才造成现有的这一些专政者 他敢如此的 淫荡挥舞 所以说我说 王先生 我看到的中国最大的问题 是军经济 我刚才被 被叶浩给我弄得 手啊手 手给我弄晕了 听了好多 鸣鸣鸣 双重的 把我搞晕掉 不是 你刚才提的 我完全同意了 所以 完全同意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再 你再 你再请品牌 那个王道 还有我直播 我直播你的演讲 他在当我 嗯 这就是王道 那就是王道 看这种提到一个问题 我搭配一点 然后 他有提到一个问题说 老师 要不要把 您的麦克风给他 不好意思 他有提到一个问题说 你刚才也说到说 中国实际上是在需要 那个社会变革的 可是 那我们在 就比如说 我们 这一代 或者下一代 进行这个社会变革 当然 共产党还在的时候 那会不会发生 就是 如果有 那个 再一次的 八九学院 那会不会再次发生 六四世界 他提了一个这个问题 然后 我一个问题是 你刚才提到 那个王维玲 可是我想知道说 你是真知道这个 还是 那只是个代号而已 因为我对 他也很感兴趣 我先回答 第一个具体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人跟你 都有同样的兴趣 我们不认识王维玲 其实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叫王维玲 他就六月四号那天 有那么一个 应该是市民 提着包在那里 挡住那个坦克 那后来是有几个 年轻的市民 就把他架走了 架走了以后 他大概被几个 外国记者拦住 问他叫什么名字 这样传出来的 好像叫王维玲 但我们对 除了林培瑞老师以外 其他外国人的 中文能力 表示一定质疑 那是不是叫王维玲 和王卫定 什么 他到底真名叫什么 我觉得这个 其实没有肯定的 那这个人 现在是找不到的 清大 原来的校长 沈君山 是江泽民的 personal 个人的好朋友 他曾经私下问过江泽民 王维玲这个 我相信 他回来跟我讲 我相信江泽民在私下场合 大概不至于那么呼隆 沈君山 江泽民自己说 不知道 那我其实 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那个场 他只要六四那个场面 那么大 他要是真的一下子 转身就混入到人群中 大概就找不到了 你也不能想 他现在敢站出来说 我就是那个 他只要还活着 应该也不敢站出来 那以后六四平反 那我也担心 好几百个站出来说 我就是那个 所以坦率讲 他就是已经变成的icon 就这样就好 我觉得没必要 至少目前了 就不用对他个人 到底谁几岁 所以在哪里工作 去那么感兴趣 现在不是这个历史条件了 那第二个你说 再有一次会不会六四 我觉得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 所以再有一次 就会被镇压 所以就不应该 再有一次嘛 那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波了 所以一个运动被镇压 并不代表这个运动 不应该做 或者它是不正义的 它就是被镇压了 那我们做科学实验 我们都是失败一次 再做一次 失败一次 那居里夫人 失败了多少次在做成 各国历史也都是 多少次运动被镇压 其实我们以前 历史政治运动 都被镇压过了吗 那六四又是 那你只能说 还得再来一次 次数多了 那孙中山多少次 每一次都是被镇压的 它最后是结果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问再有八九 会不会就也有六四 我只能说第一 是不能完全排除那个可能 这个政府是不可测的 那第二 这个并不代表 不应该再来六四 它不能成为反向逻辑正成 我觉得 然后从这一点出发的话 坦率讲 我做政治判断 我觉得如果再有一次 像八九年那么大规模 动到几百万人 上千万人上街的话 我纯粹是个人的政治判断 我觉得不太会有六四的镇压 以现在政府能够掌控的 国家的力量 他对于他再次用这种手法 引致了后果的评估和自信 我觉得都不如 通常这样的情况 都是因为邓小平在 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个时候连总书记 都要和平处理 其实七名解放军上将 联名写信给邓小平 不要这样 但是就是因为邓小平 有这个强力 强大的这种权威在才可以 坦率讲六四的镇压没有邓小平 不见得是这个结果 当时连邓小平最得力的支持者 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 不是军委第二副主席杨尚昆 后来的国家主席 都是反对的一开始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再有一次八九年 党内还是会分裂 我不相信 即使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没有人性到那个程度 邓小平那一次 确实就是没有人性到那个程度 其实有点超乎我们预料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不至于那个样子 所以即使再有一次八九年 我相信党内反对 再用军队的声浪 一定会高过1989年 而能够压制这种声浪人的本事 一定低于1989年 我们从这两个政治指数 去综合判断的话 我其实觉得 真的只要力量够大 当然你就是20多人上级 一定跟你这样 200多个以后 这两千多一定会 可是只要你的人数 到了一定当量级 比如说百万以上 我个人认为不会 但是我还是强调 那也不能完全排除那种可能性 对 有声音 有声音 有 老师好 就是刚仔细听完老师在这段时间之内 就是从六四到中五摩师 其实很仔细听 然后也消化了所有老师想要表达的论述 其实这跟我一直以来从 从关注社会议题 然后走上街头 然后到华光大谱 然后反合 就一路走来 在街头上的所思所感 其实是相当有共鸣 那也是我之后想要在师大或是在所上 想要做的就是有关于意识的一些行动 好 那我想要问 请问老师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在六四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运动之后 我记得老师之前有在另外一个 就是场合有分享到说 老师在六四这个运动完之后 有一个副作用 对 那这个副作用就是像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大家因为这场运动 然后就是变得不太敢说话 那这个部分让我反思到说 在台湾过去在228的时候 甚至是美帝岛白色恐怖戒严的时候 甚至是林颖雄先生的灭门血案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暴力者 统治者权力者在做这样的一个镇压之后 都会产生这样一个副作用 就是让那个时代的人民 那个时代的人变得不太敢说话 不太敢反抗 那我想要请问老师是 在甚就是如果未来 我相信我们各位 走上街头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那当我们走上次数的街头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像老师在 当下那样子一个moment 可以去察觉到说 尽量不要让这个副作用让它发生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 就是在跟彩玲 就是说要撤场跟不撤场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 那我想要请问是 老师在那个当下 是觉察到统治者那边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刺激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动静 让你们会觉得说 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 好好停下讨论的这样子 这个还是直到齐的意思 不过我觉得台湾的情况 跟中国当时六四的情况 是完全不可类比的 你们是在一个基本有反对的 有国际社会 有言论某种程度的 媒体自由下的国家暴力 所以他有动震报警察 有动到盾牌 你们就觉得是国家暴力 你拜托我们那国家暴力 是坦克和野战军 那其实过去中国的大独裁者毛泽东 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我觉得这句话适合于台湾 就这个政府 其实我就有写文章 就是他要现在开始慢慢用一些 不非民主的手段 比如说震报警察等等 其实会激起更大的反弹 那这次比如说行政院施暴 是导致后来50万人上街 很重要的理由 对吧 所以在台湾目前有的环境 台湾以后变成什么样 我都有点不敢想 坦率讲我都不敢想 千万别变成那个样子 但至少目前这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以目前的国家暴力 它非但不会下刀人民 反对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 可是中国大陆不一样 就刚才毛泽东讲的一句话 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 毛泽东也讲另一句话 毛泽东说 哪里压迫太大 哪里就没反抗了 你知道吗 那个有个质量级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压迫到说 人民上街 他就是建一个杀一个 成牌的开枪的话 他真的就是 大家就 人毕竟还是有人性在 你可以被扛 被抬 流血 但真的当时是 确实是生命的时候 他就超过了 我们的勇敢 能够担当的范畴了 我也不认为 那个时候还应该再勇敢 直接取性命的话 能保命 可能还是很重要 那是中国的景象 所以那种情况下 才会出现 国家暴力 使得人民恐惧 然后政府能够稳定住 所以我觉得 你让我拿那个经验 来给台湾建议的话 我觉得 第一两个情况不能类比 第二一个 既是 当然台湾强 我还挺了解 那就是 这次台湾花血运 我觉得 做的就是相当不错 我觉得社会运动 就要有张有吃 那像330就是张 把整个力量 彰显出来告诉你 其实我们认真 想打这仗的话 我们至少有50万 这是一个双方对垒 社会一个实力先线 但是光荣退出 立法也告诉你说 但是我们现在 用不着那么大力量打 对不对 我们现在给你想试一下 但是你要再乱来 我们50万就会出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 很好的出来 这就是吃 那你如果你的运动 是有节奏的 一张一吃 你知道有节奏的东西 有美感 就比较能够得到 什么支持 你就是一路爆冲 他的那个就会丧失 所以当持久了之后 应该有个张 我不要去教唆了 所以这个不用往下继续讲 但是有张有持 伸张出运动的学来 比较能够得到 社会的欣赏 我觉得很多人 坐在家里 有一点欣赏的角度 就在看电视上 成天那么报道 他也不参与 但是他觉得 比《真华传》还好看 那我们运动者 就要把我们的运动美学展示出来 老师老师 老师 你好 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 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一些情况 那一直在讨论说 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变化 然后上街会怎么样 不上街会怎么样 但是我的观察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从北京来 我在北京大学念书 我的观察是我身边的青年朋友 他们其实是默不关心 对这样的事情是 所以上街离他不去 你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我想80年一代的中国的大学生 你们经历的那一代 和现在台湾的大学生 是有一些理想性的东西 是要去关心社会 并且和政府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它是有对抗性的心理在里面 但是现在中国大学生 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没有任何想要对抗 甚至是要惹政府不高兴 不喜欢的地方 比如说吧 昨天对 是五四青年节 然后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访问 做这个参观 但我是不在的 但是我看到我的同学们 就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他 上面有非常多 我的朋友们都是很优秀的 我想是好学生吧 当然也有很多自己的思想 但是就是说 他们丝毫没有就是表现出 对这个人所代表的 很多的做法的一些抗议 而是去迎合社会主流 所以我想社会主流 在北京的这个坐标系的 社会主流已经超出了 说80年代和现在台湾的 这个社会主流的这个坐标系 是不一样的坐标系 在这种情况下 反抗不是那个话语 而是一种 一方面是冷漠 另一方面关心的人 他可能会有一种恐惧 就像你说 如果你上街一个 那我就开枪杀一个 那就肯定是没办法上街的 那现在不至于这样 但是就是说 你稍微有点不乖 那就会有人 通过各种方式来 就是找你麻烦 不让你毕业啊 不让你出国啊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社会 在很大层面上 也是一盘死水 虽然你看到 很多公民社会的兴起 然后很多知识分子 在讲话 虽然这团死水下面 有很多的按钮在涌动 但总的来说的话 大家好像大家都在等待 没有人愿意 就是冒出来 甚至他有些社会主流 看到那些冒出来的人 他们不是一个欣赏的态度 他们是一个嘲笑的态度 他们去嘲讽这些 无知的愚蠢的人 你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做得成 去讲当年 98年的时候 逐渐民主党的这些人 或者讲 看许志勇 这样的人的反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 人民要有一个 这个 要上街 对我来说 我的观察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如何把这些理想性的东西 变回到社会 变成社会主流的价值 让人民重视 如何让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让人民觉得说 公平正义应该是被追求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的 现在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想说你怎么评判这个心态 或者说 怎么依赖青年学生 去推动中国的进步 谢谢 很好问题 我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 当第一点就是 我刚才讲 刚才我回答那位路上同学 他可能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要从觉醒开始 所以各种读书组啊 就是 有心改变社会的人 尽量通过读书小组的方式 去扩大有共识的 这可能需要一些过程 然后慢慢地改变 年轻一代的参与历史 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以后 我觉得年轻人关心的 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要回答的是说 即使还没到那种程度 即使是今天中国 处于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情况 也并不代表 就不会上街 为什么 这个就是 我觉得你要去理解 群众运动 社会运动的规律 为什么 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 有那么大的功效 就它里头很多化学反应 是超乎理性推论的 那你因为你才来台湾 你没有中间 你会一直不在 所以学运的时候你不在 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 苹果日报 当然也冲到第一名 就这场学运 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 有人看过那篇文章吗 这场运动 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 你说这场运动 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 是大多数人 是我以为 根本不会关心政治的 完全不会 我认识 三大学生的女生 只有一位叫黄玉芬的 那是我们青大学生吗 那么太熟了 也是从大一看到大四 最黏我呀 就跟小女孩似的 居然成总发言人了 他什么时候 这么热心过政府 但他后来的表现也非常好 而且这次运动中 我看到太多 都是只有在夜店 你喝酒才能看到的人 认认真真的 搬到马扎坐下去 我脸书上那么多 就是完全你想象不到 任何社会 光我平时谈的 绝对都是 什么H&M 又在这开分店了 什么 都是讨论这些 全在现场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些人 从来不关心政治 他为什么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社会运动 本身有加速 让人觉醒的作用 那个场域 整个因为社会运动 嚼起来的一个场域 一个气氛 会更快地摧发 人的参与意识 那么第二点 就是尤其是年轻人 就是作为年轻人 我常常讲这一点 他有生理性 生理从政性 就他年轻人热情 有冲动 抱巨堆哪人多 他想去哪儿 而且大家大学生 平时都住在一起 所以有个人去 你跟着可能也就想去 所以照个运动一发生 很快都成长得非常快 其实八九年 我在北大办民主沙龙的时候 八八年的时候 也没几个人跟我 对吧 我们沙龙十几个人 那运动的时候 我们一出就几千 一动就是几万 那这些人 如果我要按你这种观点看的话 我八八年根本就 什么都不要搞了 因为大部分人根本不跟着我 他们就在打牌 靠托福 可是六四一发生 全上街 他就是有这个道理在 就是只要有一个群动运动发生 而且能某种程度延续住了 那个气场起来了 你一下子压抑很久的热情 就会加速度发生 他会加速度 就我们原来以为他有个速度 从觉醒到参与 但是这种情况是正常情况 可是社会运动是非常时期 只要这个社会运动出现 就会加速度 其实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所有社会运动 这就是社会运动 为什么那么有意义 那好 那怎么让社会运动出现 你可能会反问说 那我们怎么让人加速的 因为不太可能 一上街我们就被镇压了 可是中国就是有个特点 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讲到 我觉得中共统治表面看这么稳固 然后人民普遍似乎冷漠 大家觉得中国完全陷入一个僵局 可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观察者 不应该这么失望 因为有一个东西 是我们必须放到 分析中国未来的这个盘子里 去考虑的 就叫做突发事件 这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一定会出的事 我常常举那个例子 就是薄熙来那次事情 他就是扇了王立军两个耳光 王立军就是忍不了那口气 就跑掉 导致整个博的路线就破产了 对中国影响非常实力 那个其实就是突发事件 那我们历史上很多的茉莉花革命 台湾的二八也都是突发事件 国家越大 突发事件可能性越高 因为你越难 绵密的把它管控住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不太能够分析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是在社会发展学中存在的 而中国的历史是在的 那个突发事件只要一出现 我觉得迅速的 真的出现 比如说变成了这种群众在街头 带出来是很快的 很多人 平时你看他根本不关心 这个时候他就跳出来了 只要街上人够多 他就觉得 也要跟着 从众心理就是有 年轻人更有这种心理 所以年轻人去团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 真的比较深入的 成熟的去分析 是会用的可能性的话 没有什么可失望 因为你没办法分析 突发事件 那个东西会有强大的催生作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到九点半 等一下可能就是会有人来赶了 所以我们我们得 因为我们黑大哥都坐一下被他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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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么公平不服从也是可以啦 但是 但是 我只想说就是我们 我非常的高兴 非常荣幸今天有王楠老师过来 但是呢就是 刚刚也有同学是直播 现场直播到中国去让同学看 那让我们就是尽量珍惜这样子的一个 最后的民主的地方 因为有这样的地方 有这样的自由 才有这样的讨论 那这是我们系列活动的第一场 那也就是之后如果还有 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没有讨论到的话 欢迎到第二场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来讨论 然后我们的林可瑞老师也在场 下个礼拜他会过来度假 那我们 我们谢谢王丹老师今天来 谢谢 谢谢